来两位老哥 反正这里的菜 还是很地道的 可以可以可以 别客气 来 林总师长 感谢您和高老弟 今天能够伸点呼应啊 我敬你们 对对对 林总师长 咱们临时集团 可是北市最大的珠宝商会 以后会我们哥几个呀 还需要林总师长 多多提携 来 我敬你一杯 老张老师 你们客气了 公司里能有你们两个得力干将 是我林书夏的女学 我和我老公 敬你一杯 好好好 老婆 我去趁洗衣服间 你们先聊 好 哎 郭老婆 以后呢 还多怎么演 但 林总师长那些 都没演几句呀 我老婆一贯心 你们的能力啊 他是看在眼里的 绝不会拍在大家的 哈哈哈哈 我这个电话 喂 什么 零食集团业主 首席是新国联组项 下台了 胸部破产 啊 什么 什么 我老婆破产 林氏集团总经理刘天 见过大小姐 刘天 大小姐 特奉老爷之命来告知您 您的三个月失恋 自今日正式开始 目的是清楚 大小姐您身边一些虚情假意之人 林氏集团 你对外宣布意图 在外人眼里 大小姐 你已经破产 我爸为了磨炼我 还真是良苦用心呀 大小姐放心 我会在暗中帮助你 你有可能随时联系我 只要您通过三个月的试验期 就可以回去接管 您是百亿资产 另外 老爷特意交代 本次试验需对任何人保密 包括姑爷 包括姑爷 好 我知道了 我和我老公 还有我工作的同事一起聚会呢 我先回包厢了 是 大小姐 郭伯爹 难道 林氏集团 真的破产 林总 真的破产了吗 我 陈小弟 新闻外面新闻满台飞都在说 你破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爸特意交代 不能说我破产 其实是假的 唉 我林初夏 确实破产 现在 已经不是你是共产了 什么 北市东大的猪口摩蜂集团 董事长 说一组 说一组了 真是该死了 本来想着 让你给我们 加些收纸 请你吃顿饭 没想到 你说你破产了 竟然还在给我们装逼 这是浪费老子时间的 唉你们 明明是你们三番两次的 非要请我吃饭 现在怎么怪到我头上了 我和徐 请的可是 林氏集团的总裁 可不是你这个破产的落难度 我把我冲光蛋 好一群落井下石的势力小人 刚刚还在这一脸阴情的症疼 现在知道我破产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难道你们就富豪不顾及网络的领导情报 我呸 我和陆徐 走去看你不顺眼啊 以前你是领导 一副天天高高在上的样子 你有什么货德意的 啊 啊 啊 你们别太过分 没事吧 老公 我没事 我还得感谢我爸的安排 否则 等不能看清楚这群人的真面 一群势力小人 懒得我力气着 老公 哎 什么你没赌的 平时 可都是我们特惠你吃饭 冰田 别说你特惠我们了 來 給我這杯酒 端上來 趕緊給我倒酒 你們別太誇張了 你們信不信 就算我誇張 也是你們惹不起的人 行老頭 安美林總 惹不起 我好怕呀 我都要看看你這個臭娘們 怎麼惹不起了 讓你好好伺候你不要 以後 老公 吃不明貴的菜 你可就吃不起了 來 我吃乾淨了 你放開我老公 怎麼是靠女人吃飯呢 現在女人破產了 這是何不說話的份 老公你們別動啊老公 我就動了還是找不著 老公你沒事吧 你們信不信 我也能讓你們為自己的走走走 為腰胎 我也能讓你們為自己的走走走 為腰胎 尊貴的保險客人 桌球店錢財正在聽賞 請登上錢財節的介紹 你們本證交費 總共20萬 什麼 20萬 這 這麼多 你们喝的红酒是我们本店的冰草 1.5万 总共35万 然后在刚上我们的菜品 一共是20万 这 行 好吧 何谦 今天的饭 我们也得出离买 哎 老赵 你傻呀 今天这个饭 不得咱们两个人 白白的钱来个求鬼 是吗 啊 他有林书像 领导退位了 他不该请我们员工吃了散热饭吗 哎 老学 还是你个乖乖啊 林书像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今天这顿饭 你请了 你要是不付钱 今天啊 你出不了真人 不就是20万吗 我可以付 书像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现在已经破产了 这20万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呀 老公 你就放心吧 这20万我付得起 不过 付了这顿饭钱 他们的前程就彻底毁了 林书像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在董事长的架势呢 你不是要付钱吗 你付啊 对不起 小姐您的这张卡不能用 对不起 小姐您的这张卡不能用 什么 不能用 不能用 不可能吧 那这张呢 不好意思 这张也不行 难道失恋期 我爸把我的卡都停了 不好意思 你等我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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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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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别乱来啊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了 天出下 你先说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啊 先说等我 老公 哟 你这老公 刚才不是还急着保护你的吗 现在 怎么跑了 不如 我跟你出个主意 只要你今天晚上 陪我们哥俩睡一睡 这顿饭 我没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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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别害怕呀 当什么女总裁 啊 当什么女强人呐 女人吧 中国要成乎于男人的身下呢 我说 我还没有尝过你总裁什么思维啊 哈哈 你们这有不好吗 你他妈你老子逼着来 实际上的话 就别直升 等一下 搁几个为多了定了 也给你 享用享用 要是赶高嘴 小心 放满 都不好 我 哇 哈哈哈 哎 你们别忘了 你们今天要去感动我 我保障 你们立马会被林氏集团开除 并且竹竹北市 你什么事啊 手在这不废话 让你伺候我们 你能特惠我们 哪那么多废话 不废话手说 直接干个头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我 刘总经理你怎么来了 嘿 这个林氏集团 前任总事长啊 刚才大爷不散了 在拜我们林氏集团 我们是在教训他的 混账东西 我看要被教训的是你 我看要被教训的是你 林总爷爷 你你这是做什么呀 敢对林总不敬 我看你是活腻歪的 林总 你没事吧 是我管教不力 请您责罚 我关你的事 刘总 你没看到新闻吗 林总下次娘妹 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你为什么 还对她这么恭敬 我说了 就算我破产 我也是你们惹不起的人 刘总经理 他们两个人 看我破产便落井下石 还强行要求 这样 游戏集团 绝不容忍 是 林总 来人 即刻罢免销售部丁李章云 财务总监徐昌 逐出北市下令封杀 还有 刚才你们哪只手动的林总 都把他拿这手废啊 于丽丽 不要啊 不要看出我们呀 我们知道我破了 是啊 我 我 我们永远不是泰山 你就放过我们吧 出下 你帮我回忆平 你放过我们吧 还敢直呼我们林总的大名 林总根本就没有破产 林老爷夫妇林总来试验 就是为了想出你们这些虚拳不压义的人 什么 什么 林总 林总 我跟你道歉林总 我算错了 你不要开除我 我不能是个证明工作呀林总 哪 哪 哪 你如何 明rades 你们什么事 你会不会有点 人 stadium 们 我拿錢來吧 他們人嗎 怎麼都爽了 爽不爽了 他們都別去了 而且他們已經付過了 剛剛給我付錢 給他們看一看 那就好 雖然 你公司泡沙了 但我公司 和臨時集團的合作 和臨時集團的合作 還在繼續 我才去臨時訂單對接工作 讓我一下回去 老公正好 我也有些私人物品還在臨時的事情 我要過去拿 我跟你一起吧 行 走 這是我之前的美術小美 小美 呦 這不是咱破了殘的總裁 臨初夏嗎 你還來公司做什麼 我 晚安 過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現在臨時集團 不歡迎這些亂七八糟的人 這種人 絕對不能放進去 您放心 我絕不會放他們進去 那你還不趕緊把這些不三不四的人趕走 省得在這兒 髒了我們臨時集團的地兒 這裡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 走趕緊走走走走 雖然我破產了 現在不是臨時集團總裁 但我也曾經是你們的領導 你們怎麼能這樣 你以前確實是我們的總裁 但你現在不是了呀 怎麼就不能這樣對你了 就是破了殘的人 哪有個個來我們臨時集團 走趕緊走 等等 我公司和臨時集團還有合作 怎麼就不能進臨時集團了 還有合作 行 你可以進去 但臨初下一個破產的廢物不能進去 那我要是偏要進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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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初夏你臉皮真厚 說了不准進就是不准進 你也太過分了 這位小姐 你怎麼能拿水破人呢 林初夏髒兮兮的 我好心幫他洗洗 你們應該要感激我呀 就是就是 小美秘書好心幫你們 你們居然還指責他 真是狗咬綠洞兵 不是好人心 我勸你們還是趕緊跪下 給小美秘書道歉 果然啊 胡蘿平原被吹起 這句話沒騙人 初夏你敢罵我是狗 我打死你 像你這種人 說你是狗 還侮辱了狗 你們不是想進公司嗎 我可以讓你們進 但你們必須 把地上的水 就給我跪下舔乾淨了 否則 你不想進去 你做夢 既然你不願意 馬 去 摁住他的頭 把地上水給我舔乾淨 摁住他的頭 把地上水給我舔乾淨 你放開我 你們是自己舔 還是我讓保安幫你們呀 你放開我呢 我們和臨時集團有合作 你這樣做 無法丟了工作嗎 臨書下都破產了 你和臨時集團的合作 說不定我們現在的總裁 正想停止呢 我會怕你們告狀 行了 趕緊選擇吧 小敏 你敢這麼對待我們 我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的 哈哈哈 你都破了產一無十出的廢物 怎麼讓我付出代價 我勸你 現在就放了我們 否則你等下就收拾東西 立馬從臨時集團滾蛋 並且就此封殺 哈哈哈 那我真的好怕怕喲 我現在也給你一個機會 你主動跪下給我舔鞋 我這次是放過你 你做夢 那你就給我好好舔鞋 你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對我們林總動手 劉劉總經理 你怎麼來了 閉嘴 等一下我跟你們算賬 林總 你和高總沒事吧 我沒事 老公 你怎麼樣 我也沒事 劉董經理 真是沒想到呀 公司裡竟然有這麼多狗眼看人低的員工 我老公可是你們公司的合作夥伴 竟然被這麼對待 你既然來了 必須給我們一個交代 林總 您請放心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打破 還不趕緊給林總和高總道歉 林初心啊 高總 對不起 我該死 求你們原諒我一次 別讓劉總經理開出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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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就給過你一次機會 我就讓你放了我們 但是你非但不放 反而變本加厲 現在求饒 晚了 劉總經理 我希望貴公司能夠給出誠意 以後別再讓我看見這個人 是是 林總我立馬下封殺令 不要開出我 不要開出我 我真知道錯了 你 趕緊給我滾蛋 不要在這把我們林總的眼 快滾 林總 林總 我們知道錯了 我們要是不聽小美秘書的話 真對你們 我們的工作就不保 求求你放過我們吧 我們知道錯了 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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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朗下一個小 不能失去這份工作 林總 求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饒了我們這次 屬下 這兩個人雖然諸咒為孽 但也是迫不得已 既然他們都已經下跪誠心 認受道歉了 要不 就行 你們聽到我老公說的了嗎 虐待你們是出發 這次就放了 還不感謝我老公 謝謝高總 謝謝林總 謝謝高總 謝謝林總 高總 這次真的是抱歉 讓不長眼的員工驚擾到你們 我在這裡真誠地向您道歉 劉總客氣了 你已經處置他們了 就算已經交代了 高總這次來的是核對項目的是吧 我帶你們進去 不用麻煩了 劉總 我們自己進就行 好 那我先走了 哇 蘇夏 你們這個劉總不錯 沒有因為你破產就代滿我們 老公 你現在可是林氏集團的合作夥伴 劉總經理給交代也是應該的 說的對 老公 我們回家還得買菜做飯 咱們也有多沒帶獻集 你先進去 我就取點錢 行 那我先進去 林初夏 我做錯事 已經被林氏集團開除 受到了懲罰 就你幫我說說情 讓劉總經理高台貴手 別封殺我 我 這一萬塊錢洗禮 求你了 求你了 你既然知道錯了 我會跟劉總經理說 收回封殺你的命令 但是下不為例 謝謝你 方主管我跟你說實話吧 我的錢都給我女朋友了 我現在一分錢都沒有了 我現在吃飯都成問題了 你就行行好見我點行不行啊 主管 上個月工資 不早就提前預支給你了嗎 還要借錢 沒有 趕緊滾 那不提前 你 好像說我以前還沒有 主管您別這麼絕情啊主管 大偉 高朗 你怎麼來這兒了 真的是你啊 你在這兒幹什麼呢 哎呀沒你的事不要絞了我的好事 走開走開走開 哎 張主管 我是真的沒錢吃飯了 哎 我記得咱們上次不是還有項目提升還沒給嗎 你把錢借給我 從我項目提升旅扣行不行啊主管 我呸 那什麼項目提升 兩百塊錢 不是早發給你了嗎 不對吧主管 那項目提升明明是兩萬呀 明明是兩萬呀 什麼兩萬 我看你是缺錢缺瘋了吧你 不對張主管 你別走 你把話說清楚 那兩萬是不是被你私吞了 室友的不要 我告訴你 這兩百塊錢啊 算是我給你的小費 再他們死缠爛打 別怪我不客氣 張主管 你私吞我的項目提升 你不怕我告犯你嗎 這樣吧 兩萬我也不要了 你直接給我一萬 這事就過去了 怎麼樣 他媽敢威脅了你 看我不弄你 你住手 大偉你沒事吧 你怎麼還在這兒 你是來看我笑話的嗎 我不是大偉 我是來他合作的 臭小子 我勸你別多管錢是 大偉是我兄弟 你蘇敦沙的項目提升 還把他欺負成這樣 這事我管定了 臭小子 我看你是走打 住手 張主管 欺負我老公和手下的員工 你好大的威風啊 你好大的威風啊 林總 不對 你現在破產了 你不是林氏集團的總臺了 你怎麼還帶著你這個吃軟飯的老公進來 我又沒有做對不起公主的事 我怎麼就不能來了 夠了 你居然是我們林總 你居然是林初夏的老公 是 大偉 別擔心 這事 你們會幫你的 幫我 這林初夏還沒破產的時候 一個靠老婆吃軟飯的廢物說幫我 我還勉強會信 可是林初夏都破產了 你們兩口子說不定還不如我呢 你幫得了什麼呀 大偉 我老婆的公司居然破產了 但我的公司和林氏集團還有合作 肯定會幫到你的 沒錯 我和我老公一定會幫到你的 一定會幫你討回公道 哈哈哈哈 真是可笑 林初夏 你現在都破產了 林氏集團都不是你的了 你覺得 沒了你的幫忙 林氏集團 還會和你這個廢物老公的公司合作嗎 還會和你這個廢物老公的公司合作嗎 我現在是破了牌 但是林氏集團 不會因為我和我老公公一起 真是天真啊 就你老公呢 又換一條的公司 沒了你的幫忙 我相信等待他的 只有解約一條 你現在自身都難保 還在這多管閒事 真是不知所謂 會不會和我老公解約 這事你不用管 但現在我要你尊尊大尾的提成 還給他 我呸 老子吃下去的東西 就沒有吐出來過 你一個一無所有的臭娘們 想管老子的顯示 沒的沒有 張主管 你怎麼能這樣 就不怕這件事情敗老 你的位置不保嗎 臭小子 你還想告發我 高郎 你們瘋了吧 這張主管可是項目部的主管 只有總裁辦的人才能動他 你不要告發 可沒牽連到我啊 你怕什麼 就算這件事情敗老 被懲罰的只有張主管不會牽連到你 不會牽連到你 張主管 我勸你 現在趕緊把人家的項目獎金還給人家 否則到時候 你後悔都沒得後悔要吃 我呸 你真的還當自己是臨時集團總裁 你要搞清楚 你現在是一個破了產 你現在就是一個廢物 一個破了產 連我腳趾頭都不如的東西 還後悔要 我看 該吃後悔要的人是你吧 你 你什麼你 我告訴你 以前我對你畢恭畢敬 是看在你是總裁的份上 但是現在再不滾蛋 別怪我對你們不客氣 張主管 你年薪百萬 何必為了區區兩萬塊錢的縣容提成贈送了前程 你現在只要把兩萬塊錢還給大偉 我們就能什麼都沒有發生 什麼的 你敢威脅我 我告訴你 一分錢我都不會還 你也太囂張了 大偉 你給我聽好了 我給你兩個選擇 如果你想留下來 要麼把他們趕出臨時公司 我給你一千塊錢小費 要麼和他們一起收拾東西 滾出臨時公司 滾出臨時公司 張主管 你不要太過分了 我就過分怎麼了 大偉 還不趕快選擇 是想要工作 還是想要被開除流落街頭 我可只給你一次機會啊 大偉 你不用擔心 你是我好兄弟 我不會讓你流落街頭的 你要是願意到我公司來 我肯定給你安排好工作 主管 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留下來 大偉 你不用怕他 他 高朗 你不用假好心 這零食集團 可是北市數一數二的大企業 不管是環境還是待遇 都不是你那個小破公司能比的 我是瘋了還是傻了 去你那個公司跟你喝西北風 我老公明明是好心幫你 你怎麼能說他是假好心呢 我賠 什麼好心 我看他根本就是不懷好意 表面上說是為了我好 暗地裡 還不知道暗什麼好心呢 萬一我真的去跟他那個公司 說不定他會安排什麼 低見的工作羞辱我 大偉 我拿你當兄弟 真虧為你著想 你怎麼能這麼想我呢 你怎麼能這麼想我呢 沒辦法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也不要這麼說 大家都懂好不好 老公 我看他和張主管就是一秋之鶴 不值得你對他這麼好 我們走吧別管他了 好了 謝謝 你多好 我想大偉他肯定要誤會我 沒有誤會 你高朗說不定就是這種人 好了好了 你也不要擺出這種樣子 好吧 大偉 我選擇留下 你不能開除我好嗎主管 大偉 這麼選擇 不對了 既然 已經做出選擇了 還不把他們趕快趕出去 好了 還愣著做什麼 還不趕緊滾 你們別動我老公 我們自己會走 你們這種人 不知道我們幫助 我們走 大偉 我是真的為你好 剛剛聽說 你需要錢 需要多少 我幫你 大偉 你可別聽他胡說 你可別聽他胡說 這林初夏 這才剛剛做的 說不定他自己都欠一屁股陣 哪有錢借給你啊 張主管 你不要在這挑剝離間 多的錢我們是拿不出 但是我不喜歡 大偉 夠了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有錢嗎 再說了 你有錢你會借給我嗎 大偉 我老公好心幫你 你怎麼還一而再三三的質疑他的真心呢 我們真的是有錢能借給你 林初夏 你們現在也不看看自己 你們這負窮酸藥 恐怕全身上下連一千塊錢都拿不出來吧 你們也就只能去騙小孩子罷了 張主管 你不肯幫大偉就算了 你怎麼還不擋著我們不讓我們幫大偉呢 我有嗎 大偉 你就再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能幫你渡過難關的 這 我可是要借一百萬的 一百萬你能借嗎 這麼多 那我想想辦法 沒有就沒有還想辦法 我兄弟你當我是傻子吧 大偉 不過是一百萬而已 我們拿得出 你們在說什麼大話呢 還一百萬而已 你醒醒吧 你已經破產了 張主管 我是破產 但我老公公司還好好的 一百萬我們不是拿不出 爸爸 雖然我一時半會拿不出一百萬 但你相信我 我可能會幫你 真的 真的 大偉 你確定 他們會借錢給我 你要是跟他們走了 那你以後 也別來臨時集團了 哎呦張主管別別別別 我沒有我沒有想跟他們走 沒有沒有沒有 張主管 你別太過分 你怎麼能威脅大偉呢 你怎麼能威脅大偉呢 哼 大偉 你自己說說 是我威脅你嗎 你好好說說 好 主管你沒有威脅我 你哪裡能威脅我呢 你說的那些話 都是為了我好 就高朗和他那個破了產的黃臉坡 哎現在指不定東里一百塊都沒有呢 比我窮還說不定呢 哈哈 說的沒錯 就他們剛破產的窮三樣 能拿出一百塊錢就不錯了 還要借給你一百萬 這種謊話 鬼才信呢 你們別瞧不起人 別說一百了 就是一萬 我也拿得出 哈哈哈哈 臨出下呀臨出下 沒想到 你都破產了 口氣還這麼大 你還以為你是霸道總裁呢 行了 我沒功夫和你們白扯 大偉 抓緊先把他們轟出去 你們趕緊走吧 否則別怪我動促啊 大偉 我老公好心幫你 你就是這麼對待好兄弟的嗎 我呸 什麼好兄弟 別噁心人了行不行 走走走走 趕緊走趕緊走 是我購買三世 出下 等等 等等 老公 大偉這麼侮辱你的心意 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出下 你想幹什麼 他們不是說我們窮鬼沒錢 吃上糧一百塊錢都拿不出來嗎 現在我就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到底有沒有 AOA 你還想證明你們有錢不成 沒錯 你們敢跟我賭嗎 有什麼不敢的 賭你連一百塊錢都沒有嗎 不看 這算什麼賭約 咱要賭 乾脆賭大一點的嘛 對呀 要賭就賭大一點的 我賭你身上 沒有一萬現金 好啊 一萬就一萬 那既然要賭 不然是要有賭注的 如果我們拿得出一萬 你們兩個 必須當場給我們道歉 好啊 但是如果你們輸了 就從這裡跪著走出去 等一下 出下 我們身上 哪有一萬塊錢現金啊 這不是擺明了給我們下套嗎 咱們可千萬別上當啊 呦 你這個吃軟飯的小子還挺聰明嘛 就故意給你們坑你們怎麼了 難道你們不敢賭了嗎 不敢賭了嗎 既然不敢賭 那就立刻滾出去 我們賭 出下 你就別賭了吧 要是賭輸了 我們以後還怎麼來這裡簽合同啊 老公 我既然敢跟他們賭 就有一定的把握 你相信我 哼 真是不值死活 趕緊把錢拿出來吧 我已經迫不及待的看你們跪地求饶 痛破流涕的樣子了 趕緊拿出來 拿不出來的話 顧一下認輸啊 你們急什麼 我現在就拿出來給你們看 看他這走進的樣子 難道這破了產的娘們還真能拿出一萬塊錢不成 大維 來 來 拿個錢還磨磨唧唧的 我看你們根本就是沒錢吧 你們怎麼能搶網包呢 還給我 大維啊 你別太過分啊 你 我看你們翻了半天也翻不出錢來 我這不是幫你們嗎 怎麼過分了 你說的還真沒錯啊 這包裡除了這些亂七八糟 他真的一百塊錢都沒有呢 林初夏 你的一萬塊錢呢 在哪呢 我們怎麼沒有看到呀 你們別猜我東西 你們太過分了 撐麻的 誰讓你碰我 你他媽存心找死 狗老 你敢動張主管 我看你找打 你們幹什麼 別碰我老公 我警告你們 再對我老公不客氣 我一定是讓你們付出代價 我可以 你一個破了產 只能在家當黃臉婆的家庭主婦 還在這放狠話 你以為 你還是公司總裁嗎 少他媽廢話 現在是你們輸了 抓緊時間 跪地求饶 奧羅龍了嗎 還沒趕緊跪下 等等 誰說我們輸了 誰說我們輸了 怎麼 林初夏 你這是要毀約嗎 我可告訴你 你現在不履行賭約 我立馬叫來保安 和公司所有的人 讓你這個 昔日的總裁 和你這個吃軟飯的老公 在公司丟進臉面 被扔出去 張主管說的對 高朗 我勸你還是實相倆吧 趕緊跪下認輸道歉 要是我們全公司的人 看到你現在這麼狼狽 說不准 以後我們和我們公司的合作 就到此為止了 初夏 要不咱們就認輸吧 認輸不可怕 要是因為 丟了合同才不值得呀 老公 我們沒有輸 也不能認輸 哼 我看你是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抓緊時間旅行賭約 否則 別怪我對你們不客氣 奧羅 你是不是男人 這家裡的朋友不聽話 趕緊調教呀 不然等駐成了大錯 那可就完了 我們公司和臨時集團合作 不能丟 不就是認輸嗎 咱們認就是了 老公 這賭約我們沒有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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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錢 就在紙包裡 這 這 這裡面是一萬塊錢 你哪來的 這是小米要我幫忙 您查 原來是這樣 大偉你看 這紙包裡的就是一萬塊錢 我現在把這一萬塊錢借給你 你總可以相信我了吧 好啊 我看你是失心瘋了吧 不是 你拿一個破紙包騙我說裡面有錢 在你眼裡 我就那麼好騙嗎 不是 大偉 你怎麼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拆開看看就知道裡面有沒有錢了呀 我是不會相信 我是不會向你當的 可不是嗎 誰家會把錢包在紙裡 真拿我們好騙啊 雷初夏 既然你們不認輸 那好 我現在就叫保安 壓著你們旅行賭約 哎善主管 我去給您叫 你等著 等等 哎善主管 我去給您叫 你等著 我說這紙包裡有錢 就是有錢 不信你們可以拆開看看 我到底有沒有騙人 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大偉 把紙包撿起來給我 就是一破紙包 何必髒了您的手呢 我看了根本就沒錢 哼 誰要拆 雷初夏 你給我看清楚了 我現在就讓你輸得心服口服 這紙包裡面 要是有一百塊錢 我頭拧下來給你聽 張主管 你可看清楚了 這裡可不止一百塊 而是整整的一萬塊 你需要一張一張去數嗎 你 你就讓這把錢包在這麼醜的紙包裡 我喜歡 有問題嗎 這錢是我們的 你不能拿走 嫂子 高朗哥 你看嫂子怎麼說話呢 你剛不是還說了這錢要給我的嗎 剛剛已經給過你 是你自己的掙錢 所以這個錢 所以自己 不是 你 你怎麼這麼空門呢 你有這麼多錢 怎麼就不能給我一點呢 老公 你別聽他的 這個錢 我們拿得出來 是我和我老公贏 現在 你們是不是該履行賭約了 贏了又怎麼樣 履行賭約的事 你們想都別想 就是啊 什麼賭約不賭約的 大家開玩笑吧 你們兩口子不要當真啊 你 你們竟然觸耳煩耳 什麼觸耳煩耳 行了 別耽誤我時間 趕緊滾出去 趕緊的沒聽到嗎 走走走走 別逼我動手啊 如果待會兒鬧下來 你不要當真啊 丟臉承擔後果的 可是你們兩口子 我們算了吧 老公 不能就這麼算了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種 觸耳反耳的人 張主管 你確定你不履行賭約嗎 履行個屁 大委 趕快叫保安 把他們呼出去 趕快叫保安 把他們呼出去 好嘞張主管 張主管 我在最後給你一次機會 你要是再不履行賭約 我保證 立馬開除你 讓你徹底離開臨時集團 我呸 林初夏 你破產了 腦子也進水了吧 一天天的淨說大話 還開除我 有本事 你開呀 張主管 管我帶走 來的正好 立馬把他們兩個人 轟出臨時集團 好 放開 你放過我了 你一定要做我 我會讓你徹底帶來的 你他媽敢威脅老子 今天老子費點教訓教訓你不可 你們在幹什麼 劉劉總經理你你你你怎麼來了 公司不是你的家 你在公司裡胡作非為意就罷我 竟然還敢對公司的合作夥伴去 是 你是想找死嗎 劉總經理你看看你公司的員工 把你老婆打成什麼樣了 林總 高總 真的是 真的是對不起 讓我公司裡這不長眼的欺辱了你們 我一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的 劉總經理啊 你別誤會 你聽我解釋 還在這兒狡辯 難道你沒有欺辱林總和高總嗎 我 劉總經理 我要你們立馬開除張主管 林氏集團有這樣的獨留 簡直敗壞了林氏集團的風氣 林初夏 你給我閉嘴 你只不過是一個破了產的臭女人 你在這兒竟然敢命令劉總經理 我看你是找死 你給我閉嘴 你當著我的面還敢在這兒欺辱林總 我看你是混膩了吧 劉總經理啊 她只不過是破了產的臭女人 你怎麼為了她 打我這個公司的元老呀 看樣你還是不知道你錯在哪裡了呀 我不但要打你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林氏集團開除了 馬上給我收拾東西給我滾蛋 馬上給我收拾東西給我滾蛋 為什麼呀劉總經理啊 我可是公司的元老啊 為了公司干擾徒弟這麼多年 你怎麼能開除我呢 張主管 看來你還是不明白 林氏集團一向敦衆合作夥伴 但你今天不但欺辱我這個前領導 還對我老公驅趕打罵 這些就足夠你被開除無數次了 不 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 哎對 能開除我的 只有總裁辦的人 就算劉總經理你 你也沒有資格開除我 我已經被正式任命為總經理 不用請示總裁就可以開除你 你現在已經被林氏集團開除了 不再是林氏集團的員工 晚安把他丟出去 不要不要 劉總經理我錯了我知道錯了 不要開除我 劉總經理我知道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再也不敢了 哼 你得罪的是林總和高總 除非是林總和高總他們能夠原諒你 否則你是沒有資格留在林氏集團的 否則你是沒有資格留在林氏集團的 林總 高總 我錯了 求你們原諒我 我不該那麼對你們 我真的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呀 求你們原諒我 原諒我呀 老婆 以前你是他領導 怎麼處理 是你的 好 張主管 我和我老公給過你很多機會 是你自己不珍惜 你也別怪我辛苦 是你太過分了 保安 突然去 我這個 哪里跑 是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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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該被那個張主管威脅就針對你們 我錯了 是我錯了 我下次不敢了 我也是逼不得意才這麼做的呀 好兄弟好兄弟你抱我一碼吧 出場 大偉 畢竟是我 好兄弟 這一次他也是被威脅的 要不 就饒他這一次 老公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那我就給你一次機會 大偉 清見了嗎 還不趕緊謝謝林總和高總 好好 謝謝林總 謝謝林總 好兄弟好兄弟 還不趕緊去上班 林總 高總 這避免再有不長眼的衝照問題 請您隨我到動作區去 然後這些錢的話我找人收拾好了 你們送回去 既然 我現在都已經破產了 柳董經理 以後叫我林小姐就行 老公 我爸 這該死的高了 不是說什麼合作夥伴很厲害嗎 怎麼缺錢缺得連地上的錢都不留給我了 這馬上就要交房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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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呀 這馬上就要交房租了 怎麼辦呀 好兄弟 好兄弟 借點錢給我唄 這 你把包還給我 你幹什麼 你這麼凶幹嗎 好兄弟 你看看你老婆這麼彪悍 你也不管一管 我只要錢 包還你便是 錢也得還給我們 不問自己就是頭 哪有你這麼接錢的 大維 你這直接上手不太好吧 兄弟 你看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 我只想給你借點錢 你難不成要見死不救嗎 我們可是好兄弟呀 初夏 你要不這錢 就給大維吧 不行 老公 你忘了他剛剛是怎麼對你的了嗎 令初夏 你怎麼這麼小肚雞腸呀 剛剛我也是迫不得已 而且我也跟你們道歉了呀 你初夏 算了吧 得然人助求求人 更何況一萬塊錢而已 能幫助好兄弟 我心裡也高興 我心裡也高興 行吧 大維 我希望 你別辜負我老公對你的好 呸 就這麼點錢 還想收買 門都沒有 當然了好兄弟 你的好 我可是記在心裡一輩子的 老公 我感覺 你這個兄弟不靠譜 這一萬塊 怕是打水漂了 嗨 咱家也不缺這點錢 不還就不還 我去個洗手間 就這一萬塊 夠誰花的呀 這該死的高了 明明那麼有錢 就只給我這麼點 真是口門又笑氣 哇 這誰落來這兒的 天哪 這麼大的賺金 我怕得賣好幾十萬吧 我還真是發財了 哎大伯爺 廁所是在裡面啊 對對對 就在裡面就在裡面 好 老公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啊 我剛剛碰到了項目的負責人 就一起去辦公室談了談項目 現在合作已經談好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 走 走 各位請留步 這是羅總 來我們臨時集團談合作的 現在他價值百萬的定制鑽戒不見了 我一本人偷走了 現在請你們配合調查 這個羅總丟鑽戒關我們什麼事 我還有工作要處理啊 讓我先走 抱歉 羅總是我們臨時集團最重要的貴客 現在羅總落在西路台的鑽戒丟了 所有人必須馬上配合調查 要是有撿到鑽戒的 抓你還回來 要是等查出來 我自負 這我們都沒有看到 你要我們怎麼配合調查呀 你要我們怎麼配合調查呀 那既然沒有人承認 那就需要搜身了 請你們拍好的 只要檢查過了就可以走了 搜身 完了完了 這一搜身賺錢不就暴露了嗎 不行不行我得想辦法 請配合調查 等等我剛才看到他去了洗手間 羅總放在洗手台上的鑽戒 說不定就是他拿的 大偉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你怎麼能污衊我呢 大偉 你可別胡說八道 我老公絕對不可能偷羅總的鑽戒 夠了 你就說你剛才有沒有去洗手間 我是去了 但我沒有看到什麼鑽戒 更沒有拿呀 夠了 到現在了你還不承認 羅總的鑽戒就在洗手間丟的 剛好你又去個洗手間 但不是你拿的 誰拿的 高總是吧 是你拿了我的鑽戒 羅總 我沒有 我連你的鑽戒長什麼樣子 我都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偷鑽戒呢 我怎麼可能偷鑽戒呢 去你的吧 什麼叫不缺錢 誰不知道你鑽戒剛剛破產 說不定負債累累 才去偷鑽戒的 大偉 你別胡說八道 我是破產了 但我沒有負債 我老公公司也還好好的 所以 絕對不可能是我老公偷的 鑽戒 你別狡辯了 去過洗手間的 只有高朗 就是他拿的 高朗 羅總的鑽戒是定制的 賣是賣不出去 你要是拿了 抓你還給羅總 我沒有拿 再說了 那個洗手台 除了我去過 大偉也去過呀 我去的時候 你正好回來呢 原來大偉 你在我老公前面也去過洗手台 那麼最大可能 那個鑽戒是你拿的 你別胡說八道 李宿佳 我這個人 一向光明磊落 怎麼可能去幹那種 偷鑽摸狗的事情 就你還光明磊落 你可別玷污了這個詞 你們休想誣蔑我 明明就是高朗拿的鑽戒 行了 你們都別整了 既然都不是拿了我的鑽戒 那就出身吧 你們敢讓寶寶出身嗎 你們敢讓寶寶出身嗎 這有什麼不敢的 羅總 我深圳不怕影子歪 來 先送我先送我 來來來來 羅總 沒有找到鑽戒 看到了吧 羅總 我是無辜的呀 鑽戒就在他身上 快給他收身吧 哥了 你既然不承認鑽戒是你偷的 你敢讓寶寶搜身嗎 羅總 我問心無愧 你們隨便搜 等鑽戒搜出來了 看你怎麼狡辣 羅總 鑽戒找到了 看到了吧 告了 你看這什麼 你還說你沒偷 這 我兜裡剛剛沒有 這 我不信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嗯 是我定制的鑽戒 你說一下破搶了 難不成真的 這 都落到讓你老公 偷斷戒的地步了嗎 這 老公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是相信你沒有偷斷戒的 我是相信你沒有偷斷戒的 我真的沒有偷啊 我不知道這個鑽戒 什麼時候就跑到我兜裡去的 我兜裡剛剛明明沒有的 搞了 這戒子就是從你兜裡找到的 證據確鑿 你還狡辯 好兄弟 你還要不要臉呢 我我真的沒有拿呀 羅總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現在就給劉總經理打電話 讓他調查清楚 劉總經理 羅總的鑽戒丟了以後 不知道怎麼就出現在我老公手裡 我要你都用所有的關係 調查清楚 還我老公清白 是 李總 李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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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搞的 我說搞了 你還好意思說 你說你一個堂堂的公司總裁 你給我一萬塊還要讓我還 這叫什麼好啊 你不要玷污這個詞了行不行 老公 這次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 以後 我們離這種小人遠一點 我呸你 你才是小人呢 羅總 我看他們呢 就想要拖延時間 你趕緊嚴惩他們呀 李總經 我看在我們曾經合作 還有鑽戒完好無需的回來份上 你和你老公給我道歉 這事就算完了 羅總 你怎麼能這麼輕易放過他們呢 他們拖了你的鑽戒 必須要讓他們跪下客套道歉才行呀 那羅總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呀 沒關係啊沒關係 我幫你 高了你還能做什麼 趕緊給羅總客套道歉 你放牌我老公 臭牙的 我今天忍你很久了 你這麼在乎你老公是吧 你先給他跪下 大偉 你幹什麼 你快打書下 我偏要打 林書下 給我過來跪下道歉 不上 不上 放肆 誰要你被林總總說的 林總你沒事吧 我沒事 老公 你沒事吧 我也沒事 劉總 你怎麼來了 羅總 您的鑽戒丟了以後我們便開始調查 現在我過來自然是告訴您 誰才是偷了您鑽戒的人 大偉 現在劉總經理來了 也已經調查清楚鑽戒是誰偷的 這個時候 你想去哪兒呀 我要去洗手間 去洗手間 大偉 你不是誣蔑我偷鑽戒嗎 現在劉總來了 就是皇后通報 你還是等我再去吧 劉總經理 那你說說 我這個鑽戒是不是都拿偷的 羅總 偷鑽戒的人是大偉 劉總經理 偷鑽戒的人明明是高朗呀 那個鑽戒都從他兜裡找到的 不可能會是我呢 劉總經理 你沒有說錯吧 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偷的 對對對 你們沒有證據證明是我偷的呀 哼 我們查到就是你偷的 我們查到就是你偷的 你現在不是要講證據嗎 小張 把鑽戒拿去做一下檢測 看上面都有誰的指紋 嗯 這個辦法好 就是怪費時間 大偉 你最好現在就承認 鑽戒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等會兒檢測出了結果 到時候可就完了 大偉 我們兄弟一場 我在最後好心勸你們去 是你拿的就趕緊承認 否則等證據確鑽 你就徹底完蛋了 我 我 大偉 你還不從事招來 你再敢撒謊 我們臨時議員 你把你徹底封殺 讓你在北市 再也待得下去 劉總經理 不要 我錯了 我錯了 我以為那是沒人要的 我才拿的 我錯了 對不起 果然是你拿走的 我就知道你是財汉捉賊 現在真相大白了吧 大偉 既然是你拿的 為什麼要栽贓到我頭上 你怎麼能這麼對 我也是個鬼明星叫 一時慌了才這樣的 一時慌了才這樣的 兄弟好兄弟 反正鑽見羅總經拿回去了 劉總經理 你千萬別開除我 閉嘴 你做出這種事 還敢誣蔑好人 像你這種人 我們臨時集團可留不下你 你現在被臨時集團開除了 不要 不要 劉總經理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 你該除了 我讓我以後怎麼活啊 劉總經理 啊 羅總經理 是我錯了 是我不該偷你的東西 現在鑽金已經誤會員 我完畢回照了 求你大把紙幣扰了我這一次吧 做錯了事情 替我付出代價 這是每個成年人都懂得的道理 我們追求你 但是我時間 這已經不算了 好兄弟 好兄弟 我真的知道錯了 你你饒了我吧 好兄弟 嫂子不是能在劉總經理面前說這張話嗎 你和你老婆快幫我求求劉總經理好不好 不要開除我 這事我幫不了你 還 拖出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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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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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總 這事處理的您還滿意吧 我很滿意 劉總經理 那我您先走了 高總 大偉他污蔑您 這件事我們民事集團一定會追查到底 您放心 我一定讓大偉在北市再也找不到工作 給您出一口氣 這 這就不要了吧 反正你已經把它開除了 沒必要做得太絕 是 劉總經理 我老公心地善良 既然他說算了 那就算了嗎 是 林總 徐下 我們回家 嗯 劉總經理 你先去忙吧 不更瘋了 好 滾滾抓你滾 再不滾 打了你的腿讓你滾都滾不了 疼死我了 哇 啊 這該死的高浪臨出下 你們居然都不幫我 媽他老子被開除了 這個以上 必須要算在你們兩個頭上 必須要算在你們兩個頭上 他媽 臭小子你他媽可算出來了 借我們老大一百萬還不還錢 今天就是你還錢的日子抓緊還錢 兩位大哥兩位大哥別這樣 我會緩的 我會緩的 我這有 來 在這 哼 這一萬只是利息 你他媽打發叫花子呢 還差一百萬趕緊換 大哥我 我就這麼點兒了 那個 你們 我馬上就要發工資了 你們再寬限我幾天 再寬限我幾天 臭小子 改騙我們 你剛被公司開除 當我們眼瞎嗎 改騙老子 別跟他廢話 老大說了 今天這臭小子還不了錢 洗了他胳膊拿回去頂债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呀 我 不要呀不要 我現在是真的沒錢啊 我 他 他 他是我的好兄弟高郎 他是公司老闆 他能替我還錢 站住 你就要高了是吧 是啊 你們是幹什麼的 幹什麼 哼 你的好兄弟大尾欠了我們老大一百萬 抓緊給他還錢 好兄弟好兄弟 快救救我 快救救我 他們是高利貸的人 我欠了一百萬 你幫我還給他們 好兄弟 什麼 你欠的竟然是高利貸 老公 這事你別管 你忘了 他剛剛從公司裡 是怎麼對你的了嗎 兩位大哥 這件事 跟我們沒有關係 誰欠的錢 你們找誰要吧 聽見了嗎 他們讓你還 等一下老大老大 等一下 高朗 我們可是好兄弟啊 我們曾經那麼要好 你忘了嗎 現在我落難了 你難道不幫我嗎 大尾 我曾經言語 我們是好兄弟 可你今天所做的事 這件事情 自己想辦法 高朗 我沒錢呀 我沒錢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們會斷了我的手腳的 你幫幫我好不好 兄弟 你幫幫我 行了 別討厭時間了 我上子上 留下手腳吧 高了我救救你了 他們要來真的呀 救救你救救我吧 屬下 我們 我們幫幫他吧 可是 老公 我們的錢 都放到媽那保管呢 媽肯定不可能 給我們一百萬 給我們一百萬 林屬下 你少找借口了 好兄弟好兄弟 你是不是男人啊 就一百萬 一百萬你幫幫我好不好 哎你 大偉 我確實拿不出這麼多錢啊 你們別演戲了 趕緊給錢 不給錢 新民老的吧 你們一起都收入了 大哥大哥 你看這樣行不行 我知道咱們王老大喜歡美女 這個林屬下 長得有一個幾分姿勢啊呀 對了 他還沒破產的時候 他是這家公司的總裁呢 林氏集團呀 你們帶回去 王老大肯定喜歡的 嗯 確實真不錯 大偉 你這個人心腸怎麼這麼壞 老公 這個人心爛透了 我們不要管 大偉 你這要打我老婆主意 真是人 老公 我們走 哎 兩位大哥快攔住他們 我現在這一分錢都沒有 你們就在拆了我 回去也會沒發交差呀 但這個娘們你們把他帶回去 我王老大說不定 會開心還會獎賞你們的 在那兒 女的留下 你這件事情跟我們沒關係 你們別亂來啊 哼 你們認識大偉 那就必須留下給他還錢 否則 就把他娘們給我留下笛子 就把他娘們給我留下笛子 黃兄弟聽到沒有 要麼幫我還錢 要麼就讓他們把林屬下帶走 你自己選吧 大偉 你真是太讓我失望 喂 劉總經理 讓保鏢來公司樓下 就我和我老公 哎 劉伯老大快 快 快請他手機 不要讓他投風暴信 晚了 電話我已經打出去了 我會讓你們付出代價的 哎呀 馬上就要來人了 劉伯大哥 趕緊把他綁走 劉總沒事吧 我沒事 把他們帶下去 另外 你回去告訴劉經理 大偉試圖報復我們 這可事關林市集團的合作夥伴 讓他們全面封殺大偉 我們要讓大偉 徹底消失在北市 老公 我這麼做 你不會生氣吧 不會 老婆 你做的對 是大偉心腸歹毒 給他懲罰 是應該的 好 老公 那麼走吧 走 那麼走吧 走 親愛的 這林市集團真氣派 我以後真的在這上班嗎 那是當然了 這林市集團可是很難進的 我可是費了不少劍 才讓你進來當小組長的啊 親愛的 你可真是太厲害了 我太愛你了 那不是你的老同學 那不是你的老同學 張明和瓦月嗎 哎 好像還真是老同學 那我們過去打個招呼吧 喲 這不是我老同學高辣和林初夏嗎 我說林初夏 你以前是林市集團的總裁 當然你現在都破產了 你還跑到這林市集團幹什麼呀 親愛的 嗯 林初夏以前是這里總裁 嗨 那以前是 現在破產了 都不是他們家公司了 嗯 原來林初夏破產了呀 那現在幹什麼呀 在家當家庭主婦啊 是 果然是家庭主婦 林初夏 你以前婚這麼好 你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了呀 你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了呀 哎呀 你還是離我們遠一點吧 把一身晦氣傳讓給我 你 你們怎麼能這麼說呢 我們這麼說冷了 難道不是嗎 哎呀我說高老 你們來這到底是幹什麼的呀 你知不知道這地兒 不是你這廢物老婆該來的地兒 我們 林初夏 這可是林市集團 我看你這身打扮 不會是來掃廁所的吧 哈哈 新日林市集團總裁 跑這裡來當掃廁所的 林初夏 我看你真是適合這份工作 你們別亂猜啊 我老婆是來陪我談合作的 啥 談合作 我沒聽錯吧 高朗 你不是什麼公司什麼總房 帶這個黃臉合出來談合作 你不嫌丟人啊 高朗怕丟什麼人啊 他就是一個靠女人吃軟飯的軟飯男 他臉皮早就成強厚了 還怕丟人 親愛的 像他們只配在臭水溝生活的人 咱還是離他們遠一點 沒錯 免得臭到我 免得臭到我 張明王月 多人不見 你們越來越不會說話了嗎 說話未免也太難聽了吧 張明 你們說話真是太過分了 我們哪裡說話過分了 一個靠老婆發家的軟飯男 一個破了產 只能在家當家庭主婦的廢物 兩個人就是只配在下水溝立生活 我們說錯了嗎 你 你們這麼看不上我們 難不成你們今天來 是來繼承臨時集團的 你別在這陰陽怪氣的 我告訴你 我家親愛的今天是來臨時集團上任的 我們可是銷售部的小組長 約心可有三萬呢 你一個家庭主婦分文都賺不到 可不比你金貴 可不比你高貴了 哎呀 我能繼臨時集團當小組長的 還是我們家老婆有本事 但是高老你啊 你這個廢物老婆啊 能幫你做些什麼呀 我老婆現在很好 她能幫我很多 比如呢 吃飯睡覺穿衣服嗎 得了吧 你初夏現在破了產 她幫不了你們又破又小的公司了 她幫不了你們又破又小的公司了 我看呢 指不定每天就得搞定了 高老 我勸你啊 還是趕緊把那公司賣了 免得到時候啊欠了一屁股的袋 啊 對了 如果你啊 現在求求我 到時候我上任了 可以替你找一份掃地的公司 討好你們 你們哪來的臉說這種話 就算我老公公司沒了 破產了 我也會拿錢 讓我老公重新創業 笑死了 我說林初夏 你腦子驚水了吧 你還當你是黎氏集團總裁啊 你天天的靜說瞎話 懶得和你們廢話 我說今天還要入職 別再打點事趕緊過 讓你們別擋到 沒聽見啊 初夏你沒事吧 王月 路這麼快 我們哪裡擋到了 我手擋到就擋到了 你趕緊給我讓開 你們別太過分了 呀 好痛 您初夏你敢打我 看我打死你 高老 我們倆夫妻找他是不是 我們倆夫妻找他是不是 老公 你沒事吧 張明王月 你們也太欺負人了 我們就欺負你們了 怎麼著 林初夏你還敢打我 不成 來你打我呀 這一巴掌是我還給你的 你居然真要打我 親愛的你快幫我教訓教訓他 你今天敢打我老婆 我看你找死 張明 畢竟是王月先打的我老婆 得人人助請要人 我看這事就算了吧 我親愛的打他 那是他夫妻 他動手就是他婆 高老我請你趕緊滾 要不然我連你一塊兒走 你們別動我老公 我告訴你們張明王月 你們今天這麼對待我們 我一定會讓你們付出代價的 笑死了 你一個只能當家庭主婦的黃臉婆 你憑什麼給我們好看 就是 你以為 你還是臨時提談的問題 我給你們兩個機會 今天下跪道歉 就原諒你們兩個人 道歉 明明是你們的錯 學生們要我們道歉 你道不道歉 我讓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場 我讓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場 你放開出去 哎 幹什麼幹什麼 高老 這女人的事你也好意思欺負啊 啊 你就老實在這待著吧 你們放開我 你們放開我 你現在要是不放開我 我保證 今天王明沒有辦法上任 並且徹底封殺你們 讓你們以後都徹底找不到工作 哼 林初夏啊 你還以為你是臨時集團的老總啊 你還以為你是臨時集團的老總啊 你要是是 我還能忌憚 但你現在狗屁不是 你看我什麼封殺我 看我您的那張嘴巴 你們不信就等著瞧 我現在就給林總經理打電話 林初夏 你當總裁當酒 你當傻了吧 你別在這演戲了 你以為我會信你啊 你把手機還給我 你們不信 我可以證明 你看我到底能不能把張明劈出公司 張明 我老婆之前可是臨時公司的總裁 雖然現在破產了 但是也是能夠說得上話的 畢竟我們是同學 你讓我們走 我們不會為難你的 親愛的 我的第一天上任 要不這事就算了 要不這事就算了 萬一他們真能給上面說上話 怕什麼 他可是破了產的 林初集團的人 怎麼可能聽他的話呀 就算聽他的話 我爸可是林初集團的合作夥伴 他能拿我們怎麼樣 說得對 你們能把我們怎麼樣 我勸你們趕緊道歉 要不然別怪我動出手 你們要是不信的話 我們打個賭如何 好啊 那正好讓我們看看 林初夏是怎麼被打臉的 你如果不能讓張明滾蛋入不了職 你就立馬跪下來給我們 舔鞋 像狗一樣叫我們主人 那我要是贏了呢 你贏不了 你怎麼知道我們就贏不了 賭約有來有往 不能只有我們下注吧 看來你還挺有自信的 這樣吧 如果你們贏了 我們立馬對下來跟你們道歉 好 那就這麼說定了 初夏 董月就算了吧 我們今天已經麻煩劉經理很多次了 咱們在找他 他還能搭理咱們嗎 咱們在找他 他還能搭理咱們嗎 老公你就放心吧 劉董經理一定會幫我們 好大的口氣 我倒是要看看 劉經理是怎麼搭理你的 當我們面打 劉董經理 通知人士 立馬開除今天即將上任的銷售部小賭長張明 好的林總需要我妻子來嗎 不用了 這點小事就不用麻煩你了 你跟人士說 讓人士打電話通知張明就行 是 林初夏 我看你演的倒是挺像的 可惜呀你今天輸定 快點的吧林初夏 別在這啰嗦了 我今天還要辦理入職呢 我才剛打電話 你們急什麼 最多五分鐘 你就能接到電話了 行了吧林初夏 我看你撒謊都不在打草碗的 也別等什麼五分鐘吧 我們時間寶貴的很 趕緊認輸吧你 沒錯林初夏 你現在跪下跟我們道個歉 我們還能放過你 你們想都別想 你們想都別想 死鴨子嘴硬 我說高了 林初夏現在都破產了 他現在還不知道天高地厚說大話 我勸你啊 趕緊給他離婚得了 找個小姑娘多好啊 張明 初夏是我老婆 我 不管他有沒有破產 我都不會跟他離婚的 老公 你真好 行了 別再人爛眼睛 等一下 等等 張明 我們好歹是同學 大家各退一步 怎麼樣 行 各退一步 那先讓你老婆 跟我們跪些道歉 你們不信嗎 我是絕對不會跪的 既然你不下跪 那就讓我來搬你 那就讓我來搬你 你放開我黃月 哎呀黃月你放開我老婆 你不能這樣做 哎呀 你們 搞了你倆合起伙來欺負我 我讓你們好看 他媽的你敢欺負我老婆 我怎麼弄死你 你 你放開我老婆 我趕緊放開 黎初夏 你是屬狗的嗎 你咬人 哎 快給人家張明 你放開我 你們敢這麼對我嗎 我一定會讓你們付出代價的 我呸 我現在就算付出代價 呀 喂主管 哎 我已經到公司樓下了 我馬上就上來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 你是要弄不感人的大人 現在你已經被我們零食集團 開除了 什麼 開除我 不是 主管您是不是弄錯了呀 我們可沒有動作 你得罪的是我們林總和謝總 後的位置 喂 主管不是喂 什麼 張明兒 什麼開除啊 什麼開除啊 剛才零食集團人事部經理給我打電話 說我得罪了零初夏還高了 然後我就被開除了 什麼 這怎麼可能 哼 這有什麼不可能的 剛剛你們不是已經接到電話證實了嗎 現在賭約我們贏了 你們該道歉了吧 你們要是敢毀約 我立馬讓零食集團封殺你 不信 你們可以試一試 等等 王月 這剛剛真的把我開除了 他可能真的能讓零食集團封殺我們 我們還是道歉 對不起啊 對不起 我們通過了 算你們試下 滾吧 快啊 哎呦 我的寶貝媳婦回來了 來來來來快坐快坐 媽媽快給媳婦電台啊 媽媽給 媽媽我還可了 媽不好了 媽媽不得了了 我們初夏被他們公司開除現在破產了 胡言亂語 我的寶貝媳婦可是董事長 怎麼會沒開除呢 哎呀媽是真的 新婚都說了林氏集團一組了 這 這麼說 你是真的破產了 這麼說 你是真的破產了 媽我 別掉我吧 我沒你這個窮鬼蝎子 媽 你別這麼說呀 初夏再怎麼說也是我老婆呀 嘿 一個破了產的窮鬼 他什麼老婆呀 這是喪孽呀 我們高家怎麼娶了你怎麼個倒霉媳婦 林初夏 我讓你買的玉如意 是不是也沒有買到 媽 我 我可是給我同學誇一下害苦 要送他受禮的呀 媽 玉如意我買了 馬上就到 林初夏 真寶行的玉如意 是價值千萬 而且必須資產千萬的人才有這個購買 大家都知道你扣了錢 還在這發什麼謊呢 不是的 玉如意我真的買了 初夏 媽最討厭撒謊 沒買的沒事 咱們再想想其他亂 什麼叫沒買的沒事 我這話都說出去了 到時候送不出玉如意 你是讓我的老臉都丟進嗎 你身上我的老臉都丟進嗎 媽 答應你的事情 我一定會不辦的 就算我破產了 那玉如意 我也一定會為你安婆腿 我呸 林初夏 你現在恐怕窮得連半毛錢都沒有了吧 上千萬的玉如意 上哪買去 閉嘴 我不管 反正我已經給我同學說好了 這個玉如意我必須送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不活了 林初夏 這個害人精 婆婆這要被你害慘了 行嗎 你這 高老哥哥 阿姨 這是怎麼了 林小姐 辛苦自重 林小姐 我婆婆快被我這害人精嫂子給氣死了 大家正想辦法 給我婆婆買珍寶行的玉如意送禮呢 不就是珍寶行的玉如意嗎 阿姨 阿姨 你放心 放在我身上了 你就不用發愁了 哎喲 欣欣啊 你真能幫阿姨擋到玉如意啊 我哥哥可是臨時集團的高管 賣人玉如意 還不簡單 還不簡單 欣欣啊 阿姨 要是有你 怎麼個有能力的媳婦就好了 阿姨 我對高朗的心意 你是知道的 好好好 欣欣啊 阿姨知道你喜歡高朗 阿姨 你真可愛喜歡你了 呃 玉如意 阿姨 玉如意 我可以幫你買的 但是 我要高朗哥和林基夏離婚 和我結婚 林小姐 我已經有家事了 有家事又怎麼樣 林小姐做高朗的媳婦 我是最在捧不過了 媽 你怎麼能這樣 高朗是我老婆 我們倆還沒離婚呢 你怎麼給他介紹新媳婦 我給我兒子選個好老婆 哪裡創啊 啊 你一個窮酸媳婦 我們高朗才不會承認呢 你 林小姐 別擰擰你的了 十項點 趕緊和高老哥離婚 不然到時候倒起來 大家臉上就不 你一個介入別人家 成的地方去了 不好看的人是你吧 你 阿姨 我剛剛已經讓我哥哥安排去買玉如意了 如果黎初夏不願意 那我也不願意了 玉如意我已經安排好了 不需要任何人幫忙 黎初夏 你給我閉嘴 你是不是巴不走我送不出禮物 好讓我臉面掃地呀 媽 我沒有那個意思 你相信我 玉如意 我真的已經買下來了 很快 珍寶行的人就是送來的 麗初夏 珍寶格的購買戶格 不是誰都能拿得到的 就你現在這一球二百的樣子 你能賣得到的 你能賣得到的 是呀 哥 這林小姐長得漂亮又是能力 娶她不虧 你還不趕緊答應人家林小姐 難不成 你真要咱媽一把年紀了 還要被她老同學嘲笑嗎 就是呀 哥 你去答應人家吧 我 剛剛哥哥 我知道 你是擔心自己沒過婚 不好意思 你放心 是不會介意的 清清清 你能要點兒臉嗎 真寶寶跟美娃齊 受尊貴的林小姐總統 可奉嫁人家的玉如意志 好 你小姐姐 哎喲 欣欣啊 你這辦事速度也太快了吧 真是如意 這麼快就送到了 阿姨 我還沒和我哥說要幫我送入衣 難道我哥知道我今天要來高家 特意給我安排讓我長長臉嗎 阿姨 等下馬上就送一家人了 您的事情我當然會盡快安排好了 哎喲 清清啊 我們高家 讓你取少你 什麼一個有能力的媳婦 那可真是左上其得呀 那阿姨 我們現在讓林初夏 和高朗哥盡快離婚 是不是 對對 林初夏 趕緊和高朗離婚 別再讓我心心嫁給我們高江做鞋子 媽 這玉如意是我買的讓她送來的 和她林清晰沒有半分關係 和她林清晰沒有半分關係 林初夏 你要點兒臉吧 這才你不想留婚 你也不能貌人類啊 就是啊 林初夏 你現在幾斤幾兩 大家還不知道嗎 破產的窮鬼 還敢在這兒大言不慘 貌亂的人明明是林清晰 這是我帳上送來的 我才是林小姐 林初夏 你別以所有心理的都是什麼前提大小姐 現在你這個心情下 可是一人不知 你 行了 少說兩句話 別貌人人家的功 老公 你相信我 這真的是我讓她送的 高朗哥 你別聽他的 這玉如意就是我送的 快經理 把玉如意給我 不好意思 這玉如意是林小姐的 請問誰才是真的林小姐 哎你這個人 他現在就是一個外王前都沒有的裙子大 可能可能買的裙子 不好意思 我只認林小姐 既然還有兩位林小姐 那就麻煩請出事能對您身份的家主令牌 誰有令牌 這價值千萬的玉如意就是誰的 誰有令牌 這價值千萬的玉如意就是誰的 令牌 我哪有什麼林家主令牌啊 啊 我那天是他媽太著急 忘記帶了 令牌是吧 我有 啊 林小姐 玉如意請您出號 等等 這不就是一塊破目的 我看呀 這就是一塊假令牌 林小姐 你別太過分了 林小姐 你別太過分了 林小姐 王經理啊 這只不過是我們家一個困牌的媳婦 她怎麼可能有資格 並且有錢 沒你們家的保護呀 就是啊經理 一定是弄困了 我哥可是林氏集團的高管 和鎮膀行會有教訓 這玉如意 明明是我讓我哥安排的 珍寶行從業百年 絕不會發生我低級的錯誤 不認錯人 你 這怎麼可能啊 林欣欣 你是龍了還是蝦了 你沒聽見林小姐聽你說嗎 這玉如意 是送給我林初夏的 林初夏你閉嘴 這裡沒有一番話的事 放肆 你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你竟然敢動尊貴的林小姐 這該打 這該打 現在你們知道了吧 玉如意是我送的 是林欣欣貌的 這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 不是我哥哥送的呢 王琪 你肯定搞錯了 林初夏今天破的禪 怎麼可能買得起 價值千萬的玉如意呢 他的錢他都沒有了 也是呀 他連公司都是別人的了 就算你們珍寶行 能看在他以往的身份上 給他資格購買 可是他哪有錢去買這 這麼貴的玉如意啊 抱歉 珍寶行只負責 將物品送到客人秀上 既然玉如意 以平安送到 那便告辭了 林小姐 小的先退下 你都破產了 怎麼還有錢 還不老是交代 我交代什麼 我之前是狗傳 就算是破產了 手裡有點錢 不是很正常 我又說這鈴牌的你注意點數 一直想 原來是你偷我的鈴牌 這玉如意 還是我零星系統的 原來是這樣 林初夏 你破了產不說 還是個小偷呢 做這種見不到人的購當 噁心 哦 所以啊 我們真正要感謝的 還是林小姐 哼 你們還真是顛倒是非黑的 真是夠無恥的 真是夠無恥的 好了 都別說了 既然玉如意 已經拿到了 好吧 你就可以旅行諾言 送給你同學了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回我這個老臉 算是保住了 阿姨 孟孟和剛老公的公事 兒子 趕緊和這個廢物離婚 取信心 孟 你 我不管 趕緊出戶去晚婚禮了 剛老公 只要你答應跟我結婚 我就能幫你更多 正好今天 林氏集團的組長 請我和哥哥吃飯 以後一談見解吧 正好呢 我可以幫你天天搭訪 多拿一些項目 讓我們高價更上一屯龍 哎呦 那可是太好了 哈哈 清清啊 你可真是我們家的福心呀 不要 只要當時某些人 石像 趕緊讓位就行 老公 不就是像的嗎 我也能幫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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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初夏 你一個破產 一毛錢都沒有的廢物 怎麼可能幫得上包著 不過 當時可以跟著 一起去找找見識 媽 白正林初夏都出無業遊民了 與其讓他在這兒 愛大家的眼 不如讓他跟著去幫忙吧 我幫忙 啊 你弄著幹什麼 趕緊跟著 為了我老公 我去 老公 等到我 林欣欣 你幹什麼 你修什麼修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高朗哥 走我們先進去吧 老公 你先進去 我馬上就來 高朗哥 走我們先進去吧 他們和我哥的關係很淺 要不我會幫你 幫你的 走 嗯 哎 我們怎麼吃 哎呦 林小姐 你怎麼來了 來來來 趕緊坐 趕緊坐 來來來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 是高朗哥 高朗 哎這不是錢人也不得老公嗎 你們好 我今天是代表公司 來和大家打合作 我今天請的是林小姐 還有王組長一起吃飯 你這一個外人 不合適吧 怎麼是吧 找我嗎 找你那那那那個 混产的老婆 不行嗎 找我幹嘛呀 哎呀 王組長 林哥 這麼說 不太合適吧 高朗哥今天 可是帶著神明過來 啊 啊 對對對 要是有不錯的項目 大家還是幾輩子做的嘛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都別站著了來 里面坐里面坐 來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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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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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挨著刀 呦星星 你們不會是在一起了吧 哎呀 現在還沒有 不過 我和高老哥這麼般配 遲早會在一起的 好消息啊 馬上就不演了 哈哈 我就說了 還是林小姐和高老當作的 至於那個過了看的雷出巷子 他跟他餅上 林小姐的一根頭髮 可不是嗎 我看了 這林小姐的高先生 那是最般配了啊 哈哈哈哈 大家不要我呀 我和林小姐是清晰的 剛老哥 我對你的心意 你是最清楚了 這 什麼清清白白的呀 林欣欣 你勾引有福之福 你還要不要臉了 李初夏 你胡說八道什麼 高老哥 你說是不是啊 高老哥 你說是不是啊 行了初夏 別動了 一會兒再談合作了 既然我和你一會兒 我老公都那麼說了 我就不計較 呦 這不是前任破產的林總嗎 以前從來不屑參加我們這種機會 怎麼今天突然厚著臉皮 跑這兒來蹭蹭蹭的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李初夏 你破產了以後 已經成婚療療成這樣了嗎 哎呀 哎 咱們曾經的林總 現在的窮鬼 哈哈 來 李初夏 把這個龍蝦吃著 我們就大發吃妹 你上座 覺得怎麼樣 嗯啊高 實在是高 王組長 你們這樣做啊 是不是有點過分了 我們哪裏過分了 難道林總不是來打秋風的 哦 原來是找我們那些老同事借錢來了啊 原來是找我們那些老同事借錢來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昨天還是剛剛在上的林總 今天就窮回來到這個地步了 找我們送吃送喝 還打秋風 哈哈 真是笑死人哪 哎呀呀 哈哈哈哈 你們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以前我從來不參加這種聚會 是因為我工作很忙 現在雖然我破產了 但也不是窮的吃不起飯 你們少瞧不起人 既然你不是窮的吃不起飯 那為什麼厚的臉可以來這裡啊 我為什麼來這兒 零星星心裡最清楚 我說林總夏 大家跟你開玩笑嗎 雖然 你真的是我邀請過來的 但我也是看在高朗哥的面前 誰知道 你這麼不要臉 死屁肋臉的跟過來了 林總夏 你別與我不知道你心裡在打什麼主意 林總夏 你怎麼跟林總夏講話 什麼態度 你還以為你是剛剛站上了主台啊 我呸 落難的鳳凰不如之 你最好夾著一把做人 得罪了咱們心心啊 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你出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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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瞪什麼瞪 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啊 我是告老 你說你自己的娘本 你不好好自己管教 難道 還要讓我們不調教調教 啊 各位 我老婆之前在公司 對待員工 是嚴厲了點 所以大家才會如此憤感 在這裡呢 我老婆對不住各位的地方 我替她敬一杯酒 希望大家高抬會手 也別毀了各位吃飯的性質 老公 老公 有你真好 高老公 你幹嘛對她這麼好呀 就說這兩句又不會少塊肉 就是高老媽 這就是你的不是 你說這林小姐好心好意把你帶來跟我們談合作 你怎麼讓林小姐不高興呢 是不是 就是啊高老啊 你可要搞明白了 你今天是來談合作的 你今天是來談合作的 要是讓林小姐不高興的話 那你這合作的事 那就別談了 啊 又是 是 林小姐 感謝你帶我來 剛剛是我的不是 我再敬你一杯酒 請你諒解 老公 初夏 你約什麼 高老哥 我怎麼會生你的氣呢 我那麼喜歡你 林小姐 高老哥 你別林小姐林小姐的叫 多見外呀 你看看今天 我特地帶你來包廂談合作的風上 你就叫我欣欣唄 林小姐 你還要不要臉 哎呀 好疼呀 高老哥 你看他用了好大的力氣 我手都清了 你快鬧起來 老公 你別理這個狐狸精 我都還沒用力呢 林初夏 太過分了吧 你把事情都推倒了 你還撒謊說沒有用力 還撒謊說沒有用力 你這樣的女人 怎麼配得上高了 就是 李初夏這個女人跟個破婦一樣 怎麼能比得上我們林小姐 高老 你得猶豫什麼呢 這林小姐是因為你才被你老婆推倒了 趕緊把她扶起來 老公 你別聽他們的 高老哥 高老 高老 你這做什麼呀 要把心機拉起來呀 初夏 別鬧了 這是我們 來 哎呀 哎呀 高老哥 你的懷抱 好有安全感呀 林欣欣 你放開我老公 李初夏 人家狼情是愜意的 你過去打腳不好吧 可不是嗎 人家林小姐就是比你的肥腸高了 你何必用拆散的男人他們 你們別太過分了 放開 老公 你等著 我不會讓他占你便宜的 哎 哎 林初夏 拆散人家有錢人 不怕天打雷劈了 你們才會遭報應 你再給我說一遍 你們 你們這樣對著我們 你們一定會付出代價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你讓我們付出代價 這聽起來 這我們好害怕呀 哎 哈哈 咱們欺人的林總生氣了呀 你們欺人太帥 放開我 哈哈 放開你 你們 你們簡直太過分了 他媽的高老 你別這麼以為你是現在高下的總裁 就可以這樣對我們 我告訴你 林初夏那個臭婊子公司破產了 就是你這個小公司 裝個完蛋 我說裝了 這有這麼大皮膩嗎 不就是把你叫人家給他不服管 臭牙子嗎 你還想不想不服管你 老長哥 你的公司 現在繼續要向我 你真的要美這個女人 奪對大江嗎 老公 我看他們根本就是在戲耍你 初夏 別說了 我今天要是沒拿到合同 沒辦法跟媽交代 王組長 林小姐 你們到底要我怎麼做 才願意跟我談合作 哎 這態度就會變了 這態度就會變了 你要想說跟我們林小姐合作 你得聽林小姐 否則 一切免談 沒錯過了 如果你要和林小姐離婚 和林小姐結婚的話 別說一個千萬級別的合作項目 有林小姐的哥哥幫忙 就算有十個千萬級合作的項目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們想的美 我老公想要什麼項目 我都能幫他實現 不需要你們的幫助 林初夏 我看你是破產了 人也被打成傻了吧 就你現在就瘋狂樣子 你怎麼幫高朗哥實現 在夢裡嗎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以為你還是倒在上個狗才呢 啊 你們不信是吧 不信我們就來打個賭 賭什麼 就讀我能給我老公 帶來一個億的合作 呵呵 聲音初夏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輕呀 還一個億呢 你沒破產之前 說這話 我倒還留下自己 你現在就破產了 還在說大話 那就說明你腦子是真的有病 那就說明你腦子是真的有病 既然你們不信 那敢不敢跟我賭 有什麼不敢的 如果你要去賭輸了 就髒牛做馬 趁我們吃飯 那你們要是輸了呢 我們不可能輸 你怎麼知道不可能 啊 我們要是輸了 那我 當場服務 下跪磕頭道歉 林主教 你真是好大的肯定 好啊 這個五月我贏了 如果你輸了 你除了貴眼給我們認錯以外 讓你老公每人給我們分一百萬 我說了 我會讓你們付出代價 你們要是輸了 就給我滾出臨時集團 改應嗎 哼 好 沒錯 只要你敢答應 我們就敢賭 好 我答應 賭約 現在開始生效 初夏 你怎麼能這麼衝動呢 賭就算了 怎麼還答應給錢呀 我們家現在已經是無付出了 要是再輸了這三百萬 難道 要我去挪用公款 或者去借高利貸嗎 老公 我既然敢賭 就有把握 你放心好了 就有把握 你放心好了 經理 立馬準備一份一個億的合同 現在派人馬上送過來給我老公 我說林主天啊 你這演技的真夠可以啊 你不去演戲的白瞎子 還馬上讓他送來 你正當以後你還是總裁吧 可不是嗎 這三皇不打草寶 臉皮真這麼厚 高朗哥 林主夏瘋了 你還是趕緊和他離婚吧 這個賭 林主夏他輸定了 世相 這賭要不就算了吧 老公 你就放心吧 這個賭 我是絕對不會輸的 我說高朗 你這老婆真夠可以的 真會挑事的 你要再不好管管 吃早上出事 可不是嗎 可了 要這時間的 你的老婆都管不好了吧 那算什麼男人 我老公是不是男人 我比你們清楚 等會文件送到了 看你們還怎麼囂張 林主夏 我看你當老婆 當習慣了 這個時候了還在說大話 別懂是待會兒待會兒的了 那一節整個時間吧 大家可沒時間陪你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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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沒錯 我們沒時間陪你過家 就給你十分鐘時間 如果十分鐘之內 你送的那個文件還是送不到的話 那你立馬認輸 林主夏 聽說出了嗎 聽說出了嗎 自會有人幫我送來 林主夏 我勸你別轉動了 時間拖得越久 只會更用力 還是趕緊認輸求饒吧 就是 現在跪離去求饒 還不至於那麼難看 不是時間還沒到嗎 你們急什麼 難不成 你們連這點時間都等不及嗎 等會兒啊 文件沒送到 我看你還嘴上嘴右 哈哈哈哈 兒林主夏 這時間已經過了一半了 啊 你所謂的合同 我們不再吹牛吧 主夏 要不算了嗎 我們直接認輸道歉吧 認輸也不丟人 老公 你相信我 待等幾分鐘 我一定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哎呀 李主夏 別等了 趕緊下跪吧 李主夏 是你自己跪下 還是我們鬥手幫你跪 等等 欣欣 三百萬我賠 三百萬我賠 下跪的事 要不就算了吧 高老哥 你幹嘛非得婚著這個賤人呀 他可是讓你輸了三百萬呢 他是我老婆呀 高老哥 只要你和他離婚 取得我的話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林欣欣你別等我老公 現在時間還沒到呢 你別太過分了 哎呀林主夏 你敢逗林小姐 你根本找死 你放開我 你敢這麼對我們 我一定會讓你們付出代價的 你 就你 哦呸 再說一遍看我弄死你 你們在幹什麼呢 哥 你可怕是來了 這個林主夏 剛剛竟然敢催我 大家 真的幫我交給他呢 行了別鬧了 啊 不下故事 林主管 你手裡的合同 是劉總經理 讓你帶來奉給我老公的吧 對 高老 這劉經理讓我給你的項目 真的林主夏 後來的項目合同 這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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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億的項目合同 初夏 這合同真的是你二人送過來的 對 老公 我說的沒錯吧 等等 哥哥說這個合同 是劉總經理 送給高老哥的 不是林主夏安排的 哥你說對嗎 對 這合同是劉經理 讓我來送給高老 但是 沒說誰安排的 哎 那就說明 這合同並不是林主夏安排 那也就是巧合吧 所以說這個合同不能做出 對吧 巧合 一個億的項目 你也巧合一個我看看呀 林主夏 你給我閉嘴 你一個碰著錢的廢物 怎麼可能安排得了一個億的合同 沒錯沒錯 說給你提前知道這個合同呢 故意給我們打賭 今天讓我們輸 好幾個林主夏 好點都在清場了 差點被你給蒙混過去 那個什麼賭約 我做數 你 你們別在這找理由借口 不管我是不是提前知道合同 還就是我安排的 我們打賭的內容是 給我老公帶來合同 給我老公帶來合同 我老公可以證明 你們別想少來 沒錯 我可以證明 貝貝 這到底是怎麼回 什麼賭約不賭約的 哥 你正好給我們評評理 這個林主夏 明明知道 會有人給高老婆送合同 還故意引導我們和他們打賭 這不就是故意給我們下套嗎 是啊林高官 像這種賭訣 對我們來說太不公開 我沒法承認的 不能承認 是啊 你 你們居然出爾反爾 真不要臉 林主夏 你才不要臉 我們還沒追究你給我們下套的事呢 這賭約不算 林主夏 這事兒是你設計線還下面的 不僅今天這個賭約不算數 我還要替我妹妹討回公道 哼 公道 明明是你們迴約在線 現在找我要公道 你們兄妹怎麼這麼不要臉 林豐 我看這事兒就這麼算了吧 都讓人處且要人 大家各退一步怎麼樣 高了 你少在這裝合適了 當初林主夏在公司 我們忍氣吞聲 我們忍氣吞聲 現在落難鳳凰不如鸡了 我好不容易有一次機會能這麼叫他 我怎麼會放過 哼 誰教訓誰還不一定呢 林欣欣 我只問你們 你們真的要回約 你先給我們下套 還不允許我們回約嗎 想要賭約多數也行 前提是 你得證明這個合適清楚 就是你的林主夏安排的 對對 你得證明 否則我們可不認這個賭約 哎 妹妹 林主夏這種破了產的廢物 怎麼可能是安排合遵的人 我們趕快把他趕出去 別打擾我們吃飯 等等 不就是證明嗎 我證明就是了 但是我要是證明了 你們再次毀約怎麼辦 林主夏 你要是能證明 不用你說 我當場送你一次辭職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我也是 林主夏 你現在可以證明了吧 我們只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這一分鐘的時間哪夠啊 初夏 要不你還是不要證明了吧 他們想毀約就毀約吧 老公 他們欺人太甚 我說了 會讓你們付出代價 我說了 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就絕不實驗了 不就是一分鐘嗎 足夠了 我現在就給劉總經理打開話 讓他給我證明 這 你們好好聽一聽 劉總經理是怎麼說的 大型電話呀 你的時間可不多了 哥 你可別被他給騙了 我跟他呀 就是想拖延時間 林主夏 原來你是想拖延時間 我就說 我再給你最會的機會 現在立馬證明 廢物 你快證明呀 你把手機給我撿起來 林主夏 時間到了 快給我們過去下去做 哥哥 這個項目啊 正好是裸菜 咱倆好好冷靜 出下 你沒事吧 哥哥 你別敬酒 不是吃法酒 你 你別再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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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的林主夏 你竟然敢吹小根 我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訓告訴你 我就不叫林主夏 你趕緊給我下跪 你別再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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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林主夏不會給你們下跪道歉 你們算得著路啊 哥 他不是在打我 你可竟然好好教訓 你再給林主夏呀 你才練習 你別再動動 你別再動動 你給我 你別再動動 你別再動動 你 知道天高地厚 是嗎 老闆 我來幫你 林涵 我請告 我可是林主七湯狗太 我來 你今天要去點鬥鬥 我讓你 撤離道理下去 我可以 你現在就是一個破的 廢 我廢得給你點教訓 看他 你們怎麼能一群人欺憨我老婆 一個他現在就是一個破產廢物 我們怎麼就不能欺負他了 高朗我看的我妹妹更喜歡你 你抓你勾搏要不然我連你一塊走 高朗哥 你怎麼這麼死心眼我是這個廢物呀 你趕緊讓開 好的我哥哥給你一起送 老公你快讓開你別管我 別讓他們傷到了你 你說我老婆 他們這麼欺負你 我要是在乎戶人呢 我還算什麼男人 你夠 好一個狼心愜意 妹妹這怎麼男人不要一半 你吐了這股惡戒 高朗哥 你要是應付著這個戒 也別怪我今天不救了 你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我不會再讓你們欺負我老婆的 等我上等等 大家有話好好說 我老婆雖然不良 可我還是總裁啊 你們確定要對我動手嗎 你們確定要對我動手嗎 你幹什麼 你不過就是一個失去自己老婆保障的廢 大家挺好啊 誰打得多 替誰為小組長 1號 給我弄費林初夏 你們都搞不中手 梁子貴貝啊 你怎麼來了 誰讓你對林總重手 我看你是抓死 林總 對不起我來晚了 你和木月沒事吧 你沒事 老婆 你怎麼了 我也沒事 劉總經理啊 他不都破產 你怎麼還對他這麼東西 你總就算破產也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 你只是珍寶行的經理 憑什麼打我哥哥 我哥哥可是臨時集團的鋼管 先閉嘴 這劉經理現在除了是珍寶行的經理 還是臨時集團主經理 什麼 劉總經理 你既然來了那你就告別 向我合同文件是不是我讓你送來 是不是我讓你送來的 送來的一億合同 正是林總讓我送來的 這 這怎麼可能啊 沒什麼不可能 既然你們不願意履行阻約 那就接受什麼 劉總經理 現在 把他們這一群人全部開除 並且逐出美式 再一群 是 我正式通知你們 你們都被林氏集團解雇了 保安把他們都拖出去 等等 劉總經理 我為公司做了這麼大貢獻 你不能這樣去開除我啊 我不服 是啊劉總 你你不能這麼對待我們啊 林總 他就算是破產 他也是林總 不是你們這幫臭臭們可以欺負的 保鏢 把他們拖出去 等等 劉總 我們知道錯了 我給林初夏道歉 你不能趕走我啊 我不能沒有這份工作 那你還不趕緊給林總道歉 只要林總不連連你們 你們誰都不要想留在林水地方 林初夏 我錯了 我求你放過我這一次 我求你放過我這一次 我求你放過我們 林總 我們知道錯了 我我們旅行賭員 我們上一老下一小 你高高高手 你放過我們啊 林總求求你了放過我們嗎 他有我們 我怎麼不敢欺負你 你你就放過我們吧 我給你開頭給你開頭 你們都起來 不准貴 哥哥 你怎麼能為林初夏呢 可是我情敵 你你下部有多麼面子呀 你給我閉嘴 我好不容易昏到現在 你是想害死我嗎 哥你怎麼能打我呢 我不是你妹妹呀 我沒能幹妹妹 把你給我過一下認錯 我哭 把你做到是你過來 我行啊 能幹什麼 我跟你是她的 我都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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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嗎 书家 人家毕竟和我家有过交情 还是不要感激啥觉得 还是不要感激啥觉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老公 林茂 林氏机场开除了 也算是对你流出什么罢了 我也给你遗迹 让你留在北市 但是你要是再带到他 别怪我这会属下林星 哎哎试试 老公 你先去看那个现场 什么好 你妈的 那我得赶紧加 反正好车 告诉妈妈吧 这可不错啊 初夏 你先告诉我 你不是破产了吗 怎么能拿到这么大的项目 还能指挥得动刘经理 但是不能告诉老公真相 只能说谎了 啊 老公 老公 我不是说了吗 老公要破产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的吧 是 杰森因为这个项目 人情也看他又没了 然后下次 你得约定个帮 你得约定个帮 明白实在 人情没了就没了 至少 咱们拿到了这个合同 公司是稳定下来的 那我们回家 走 谢谢 今日之词 我要让你百倍偿还 现在你没有了人情可以帮你 看你以后怎么跟我斗 我 雷琪琪 你快给我回去了 以后别再招而留不下 我们得罪不起 哥 他今天找了一种经理帮忙 已经用光了 以后没有人再会帮他了 今天的程度 那你不想逃回来吗 你说是真的 你骗我 哥 这些都是我亲爱儿听到的 我也想让他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真有感 他今天敢让我这么丢脸 我现在就去高下 夺他得 Olab 他能赴得 dapat 不яться 你真的意大 你太有心了 你太有心了 不像某些人 破了柴 就連個手鐲都買不起 阿爺 今天呀 林朱夏可是用了全部的人情 獲得了一個項目 這樣的運氣 我很羨慕不能呢 什麼 用全部人情才得到一個項目 真是太沒用 媽 快看看我老公 剛簽了一個億的合同 嗯 多少 媽 我和林氏集團簽了一個億的合同 您看看 現在我們的工資不用愁了 哎呦 不錯不錯 做得很不錯 哈哈哈 哎呀 可惜了 是用林朱夏的全部人情換來的 這要是以後 人情都弄完了 再想查後續合作 接不到更大的難度 那就更可惜了 那就更可惜了 可不是 公司 其他 這種大項目 不需要沒有更好的項目去支撐 這一個億的合同 堅持不了多久 就是啊 所以啊 才是怪林朱夏破產 他要是沒破產 那咱們公司運營 怎麼會這麼難呢 林欣欣 你別在這怎麼擁 難道你更沒有警告 別再招著我 阿姨 你看 林朱夏好兇呀 我只是實在是說 他怎麼這麼生氣呀 你 林朱夏 你夠了 欣欣他們哪裡說錯了 我們家公司 眼看就越來越好 結果你一壞 否則家裡公司一蹶不正 不怪你壞誰 媽 我 我這不是和高老師談合作了嗎 一個億的下年 足夠公司佔了小根了 是啊媽 之前就是初夏 提起家裡的公司這麼久 現在又幫忙簽合動 咱們應該感謝初夏才是啊 咱們應該感謝初夏才是啊 感謝什麼感謝 他當初沒破產的時候 要是多幫忙公司 我們公司說不定早就站來腳杯了 現在公司這麼艱難 不怪他怪誰 我 我什麼我 別以為千個合作你就得意了 這都是你應該做的 阿姨 你有人生氣了 你和公司要是需要什麼項目 你喜歡找我 你喜歡找我 我和我哥哥在賣廣的鎖 找我的鎖 欣欣啊 你真是太能幹了 要是我兒子娶的是你 那該多好 阿姨 雖然 我還沒見女剛王哥 但是 我已經把你 真好處了 唉唷 欣欣 怎麼會中文綠德 還會為我們家著想 呃 我看呀 別阿姨阿姨的喊了 你就叫我媽媽 媽 林欣欣現在破壞我家去 你怎麼能視而不見 還讓她叫你媽呢 還讓她叫你媽呢 我樂意 你管得著嗎 啊 欣欣快喊媽 媽 好話 哎 嘿嘿嘿嘿嘿 欣欣啊 咱們別管某些招人一見的 嘿 媽 你說什麼呢 這是要是傳出去 別人怎麼看那小爹 乾老哥 我不怕別人怎麼看我 只要和你待一起 就算死了我就沒有 天哪大哥 看欣欣是你多麼情真意氣 我看呀 你就娶了她吧 沒錯沒錯 兒子 今天就和這個廢物離婚 娶了欣欣 媽 你胡說什麼呢 我和朱夏的感情很好 我是不會離婚的 媽 我也不太合理了 林欣欣 你最好適合兒子 別想插散我通告了 別想插散我通告了 媽 阿姨 你別生他的氣了 都是我不是 現在 就在惹哥哥生氣了 你給我閉嘴 欣欣啊 別哭 既然不趕回家 那就留下來 和我們一起住 我沒樂樂家常 不好 啊 這 方便嗎 有啥不方便的 我說了算 是啊欣欣 放心留下來吧 家裡啊 是咱媽做主 不要看別人眼色 不行 我不同意 你給我閉嘴 真是沒你說話的份兒 媽 林欣欣她是不改好意 你怎麼能把她留下呢 更何況 家裡也沒有多了一個房間 她留下了 也沒地方睡啊 我說林初夏 想的也太多了 人家欣欣啊 才不是這種人 你別污衊人家 沒錯 你少在這裡不說八道 既然家裡沒有空房間 那就把你的房間 讓出來給星星睡 媽 我和我老公睡一間房 聽說什麼給他讓著 讓我和我老公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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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初夏 誤會了 是你讓出房間 而不是大哥和你一起 懂嗎 什麼意思啊 大哥 你在這兒裝什麼補助呀 當然是林初夏把位置讓出來 你和星星啊 你和你一起 不行 這樣肯定不行 媽 你們怎麼能這樣啊 媽 這種事情 我絕對不會比你 三婉哥 只要我們這裡在一起 你不怕別人來說的 我已經不待你 大哥 你看你看 這是林小姐這麼誠懇 你忍心了 她這麼失望嗎 都別再胡說八道了 這種事情 我絕對不會同意的 行了 不吵什麼 這件事就這麼定了 媽 既然你這麼喜歡林小姐 來點時刻 確實也不好帶了 這樣 我和初夏去高樓打屁股 把房間讓給林小姐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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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收拾東西 保護 building 老婆 你身體 老公 我們的房間 憑什麼讓林小姐睡 我們去睡格樓 又小又黑 要睡也應該是他去睡 像 咱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 吃亏的是你 忍一忍 我们挤一挤 实在不行 我们搬出去就是 好 老婆 听你吧 阿姨 真不配呀 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价值五千万 哎呀 这么贵呀 真不愧是传家宝 真好看 真好看 什么价值五千万 我看呀 也就是个十几万的地摊户 李住相 你懂什么 什么地摊户 你不想我就算了 临住相 扫你的地 不说话没人拿你当眼 临住相 你怎么扫地的 看着地上都是你的垃圾 还不敢扔 来不成扩产了 连地都不会扫了 哎 这边也没找干净吗 连星星 你可太过分了 张伯爷 我不是故意吧 林初夏 你要干什么啊 星星是贵客 有你这么招待贵客的吗 妈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闭嘴 还不赶紧倒茶给星星赔礼道歉 再俩反驳我 立马混出高架 立马混出高架 你这可是小伙伙伴的 哎呀 我的芋配 阿姨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是 加着五千万的海鸟宝呀 哎呦 黎初夏你這個黑靈驚 看著看著看著 把你當的傳家伙都給摔毀了 你 媽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剛摔倒是要半倒我的 黎初夏以後是幫他走了 你弄壞我的傳家伙 竟然還誣蔑我 阿姨你要替我做主呀 李初夏還不趕緊過 跪下告歉 跪下告歉 這 媽這是怎麼了呀 發生什麼事了 方王哥你太委屈了 黎初夏他弄碎了我的傳家寶 他污衊是我爸搞的他 你快批評李啊 這是不是他的錯 天呐 黎初夏 怎麼能這麼惡毒 我 我沒有 他在說我 方公 你相信我真的是他搬倒的 媽 這裡面 也許有什麼誤會吧 沒有誤會 今天的事就是黎初夏的錯 你知道星星的傳家寶值多少錢嗎 啊 價值五千萬 天呐 五千萬 怎麼又這麼多錢 黎初夏你這也太敗家了吧 這傳家寶摔碎了 我可怎麼跟家裡人交代啊 啊 醒醒 什麼五千萬 我看呀 挺多也就十幾萬 我看呀 挺多也就十幾萬 你這根你就不是什麼傳家寶 你是故意用這個來陷害我 黎初夏 你怎麼能這麼說呀 這傳家寶可是無價值寶 說他五千萬都不為貨 你現在 給我打碎了 我怎麼和家裡人交代啊 阿姨我該怎麼辦呀 清清 別哭別哭啊 別哭 黎初夏 你給我閉嘴 他們趕緊給星星道歉 媽 你別聽他胡說 這東西根本就不值錢 而且是他故意辦了我打罪的 我沒錯 所以 我絕對不會想道歉 黎初夏 你怎麼還在不騙我 本來我想著 你道歉也就算了 既然你不知錯 那行 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 你直接賠我五千萬就好 賠五千萬 林初夏都破產了 就算把我們全家 拋光家底 也賠不起啊 也賠不起啊 清清啊 這個家寶的事兒 阿姨也很愧疚 呃 但是 林初夏都破產了 他哪裡拿得出那麼多錢來呀 我讓他跪下給你道歉啊 阿姨 我也不想問哪 反正 子 還是 我 老實說 這件事 我給你的安排 行行啊 有你這麼拾大體的兒媳 是我們高家的福費 林书夏 我跪下 小欣欣道歉 妈 我不道歉 不就是五千万吗 我赔他就是了 你给我闭嘴 你都破产了 哪里要赔 你非要牵扯到我们跟我嫁你才乐意吗 赶紧道歉 我 林书夏 赶紧道歉 我们可不想跟你牵连 我不会牵连你们的 这钱我赔得起 林书夏 我看你脑子有病 你都破产了 现在一分钱都没用 你拿什么赔 你拿什么赔 哥 你快教训教训这个林书夏 你非要我们高家也被他牵连不成吗 书夏 道歉而已 又不会掉块肉 你给刘小姐道歉 老公 你信我 我真的赔得起 书夏 你都破产了 你身上连一百块都没有 怎么赔啊 你身上连一百块都没有 怎么赔啊 其实 我并没有破产 我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我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这几什么原因 我当时也和您说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行了 书夏 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在这儿撒谎呀 赶紧道歉 我 行了 林书夏 我 行了 林书夏 只要你给我道歉 我就考虑 不追究了 赶紧放下 林书夏 你死心吧 我是不会下跪的 林书夏 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林书夏 赶紧给林小姐跪下 你们放开我 你怎么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们嫂子呢 什么嫂子 我们没有这样的嫂子 我们没有这样的嫂子 够了啊 你现在还不准林书夏干什么啊 他今天又是不给欣欣道歉 不足足高价 啊 你就给林书夏 你能想被足足高价吗 老公 我真的不能道歉 我有钱还他 阿姨 你们也别毕丽书夏了 既然我给了他机会 但是他不肯道歉 那我也不肯道歉 林书夏 你不是说你有钱吗 那你现在拿出来呀 我现在没带钱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你给我说话 哎 等一下 我可不信你这个意思 你不会 要去建高利贷吧 哎呀妈 林书夏 要去建高利贷 到时候 我们全家 就要跟他签连搞垮的 快管管他呀 让我怎么管呀 啊 这个害人精 好累的话听不进去 林书夏 你赶紧给我选啊 要么 要么 你自己 离开高家 自己赔钱 要么 就赶紧给星星道歉 就赶紧给星星道歉 妈 道歉和离开高家 我都不会选 我也不会牵连到高家 五千万这点小钱 我不需要在高一带 只能拿个水 你明显 嗯 李书夏 你破产了 我看你脑子病了也不轻 就你现在这个穷样子 身上能拉出一百块钱 就不错了 他说五千万是小钱 真是大眼不惨 他还以为 他才是之前那个高高在上的 女霸总呢 真是让人笑得要大压 行了李书夏 现在你口口声听说 能拿的是五千万 可身上你呢 你能拿不出来 那我们就来打个堵住你 堵什么 就堵住小怪 如果你拿不出来 现在立刻滚出高家 并且和高老哥一负 你敢多负吗 那我要是能拿得出五千万 你要是能拿得出五千万 那我就滚住高家 并且我再给你一支 就只是滚住高家 我陪我吃饭 那你还相信我 如果你输了的话 就得彻底离开北市 就得彻底离开北市 好啊 我答应你 阿姨 高老哥 你们 可以让我做个镜子吗 没问题 星星 你要是帮我赶走了这个黑人家 我就让我儿子娶你进门 谢谢阿姨 雷叔夏 你看到了没有 大家 都站在我这一边 你 输定了 妈 你别给我乱答应啊 你给我闭嘴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别跟他走了 你不破产了生命分门 哪里都拿得出五千万呀 你这不是输定了吗 我哥 我既然敢跟他 最多感慰你 你放心好 刘总经理 我现在需要五千万 你马上开人份吧 李初夏 你就别在这儿演戏了 大家又不是不清楚你的底细 你几斤计量 谁不知道啊 赶紧求饶 那等会我们动手把你扔出去 就是 说瞎话就不打草稿 脸皮真厚 嗯 儿子 你这疯婆子 我开始得了十心疯了吧 胡言乱语的 你还是赶紧给他离灰吧 星星取过来 妈 妈 你想说什么呢 哎呀高朗哥 这个董 这个董 林初夏是说定 你早把董 更何况 他拿的 可是和你 当个董 这说明 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何必这么维护他呢 李星星 你少辈子挑拨离间了 我和我老婆 关系好呢 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不赌注呢 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不赌注呢 儿子 看见了吗 林初夏要是心里真的有你 他怎么会拿你们的婚姻当赌注 我看哪 你还是赶紧把他修了吧 妈 你怎么也信没信信呢 挺多理解 他处心积蓄的想让我和我老公离婚 而且这个赌注明明是他自己下 我是破坑得以他答应的 行了 听下 别说了 你要是真把我放在心里 对不 就退了 对不 高朗哥 这个不行 我们双方都已经答应了 这个赌人已经生效了 现在要么认出 要么就只能分出什么 哎呀大哥呀 没想到有一天 你也会被人当东西啊 拿来做赌注 说起来真可怜呐 你们够了 都别想挑拨我和我老公的感情 老公 您放心 甚至你去 理性 零出向 你这是想着太多 啊 放个缠 难道连千飞的脾气都放肥了吗 放肥了吗 唉呦 我说大哥呀 你看这里 啦 这把咱妈都气成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不笑呀 就他这个样子你也不管管 非得把咱妈气出什么病了你才干心吗 我 就是大哥 你别再纵容林初夏了 该打就得打 不打不听话 汪小语 你这么喜欢打 你要干什么打你啊 你在这挑拨我们的不习关系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林初夏 我怎么就过分了 难道我的话说错了吗 这一切的错 不都是你弄出来的吗 阿姨 小语 看别和脑子有病的人生气 林欣欣 你少在这儿蒋欣欣说好话 你心里想着 我一清二楚 我不会让你对手 行了林初夏 夜又只会放狠话了 不给你啰嗦了 你说的那五千万呢 怎么还没送过来 你急什么 等会儿会有人送 为什么 林初夏 你不急 我们大家可没有时间等你这么久 你到底能不能拿出来 不能的话 就赶紧认输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是啊林初夏 你要是拿不出来 现在就跪下道歉 我还可以看在阿姨 和刚朗根的面子上 对你同情处复 不然等会儿 我不耐烦了 你向我求饶也没有用 赶紧 跪吧 钱马上就冲到了 再等一下 不等了 再等 好好太多了 大家都还饿着 弄得没吃饭吗 赶紧到天 赶紧跪下认输 我快饿死了 迷失能力活加价 你是 自己喂呢 还是要我们动手啊 你们可别乱来 高明 他可是你们嫂子 妈 你看高老 他又护着那个害人精 高老 你让他 林初夏他现在根本拿不出钱 他要是代不认输道歉 就赶紧毁出高家 又赶紧毁出高家 妈 我劝劝初夏 初夏 你要不就认输我 认输也不得人 林初 我不认输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林初夏 你别借你不吃吃罚酒 本来我还想着 你道歉了 那这赔偿就算了 现在 你还死压的嘴硬 那这五千万 我要你一分不舍的回忆我 既然你死不认错 现在 立马收拾东西 给我走人 妈 你怎么也不相信我 按照主约 林初夏 你是输了 所以赶紧和高朗离婚 然后滚出高家 别打了星星 进我们高家的路 行了林初夏 别再做委屈了 赶紧去收拾东西 否则的话 我可不介意 亲自帮你丢出去 林初夏 你刚刚把我离婚的高线了 你他妈真的想和我离婚 离开高家吗 离开高家吗 林初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林初夏 你别勾当我离婚夫 我劝你家也赶紧滚 否则 刮花你的脸 让你没脸见人 你放开我 我老公叔叔 请你为婚夫了 林初夏 你还要不要脸啊 哎 大哥 你还是不要参加女人这些的事了 林初夏 五千万你没拿出来 你就是输了 输了就得和高老哥离婚 所以 高老哥现在就是我魏婚夫 林初夏 你都输了 还不会对见组约 我看你是找打 林初夏 敢跟我抢高老哥 看我不好好教学去你 林初夏 我惹你很久了 住手 林初夏 谁让你当魏魏魏的 林初 你回来了 刚刚遇到临时机场书室 说卡里五千了 要送给高董 我正好来接你 是为马卡的东西 五千万的卡 比谁的 是给我的 是给我的 什么 真的是你让人送来五千万的卡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给刘总经理打个电话 他派人送了卡 刚好卡里有五千万 不是给我的 难道是给你吗 不想 你不是破诚吗 怎么还能让人送到五千万呀 老公 我不是说过的 其实 你不是破诚吗 我没有破诚 只是 但是 不能忘记 哎呦 初夏呀 你没有骗我吧 你真的没有破诚 妈 等这件事情 能给你解释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现在组约 是我的 林明姐 你该对线什么 什么组约 你们看 我们吧 你们看 我们的 你千万千拿不出来 否则我只要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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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这个赌标不算数 你想赖账 不是我要赖账 而是我看这卡 根本就不是你的吧 哥 你上来的时候 那時候給你卡的那個人 也沒有說是讓你給學人 沒有啊 只是說讓我來送你一趟的 這麼說來 這卡很大可能不是你出現讓人送的 我看啊 這卡根本就不是他讓人送的 你想啊 他一個破了產身無分文 又把人情用光了的廢物 怎麼可能一個電話 就讓人送來一張五千萬的卡來啊 我不是說了 我並不 林朱夏 這林氏集團總裁都換人了 你還說你 你當我們都演瞎啊 就是 林朱夏 你破沒破產 恐怕在場的人沒有人 比我哥哥更清楚了吧 所以 這個卡 肯定不是你 好啊 你們說這卡不是我的 那這卡也剛好讓我猜亂 你們怎麼這是 你們怎麼會的解釋 我想起來了高男人 阿姨之前不是送完了同學 價值千萬的運輸 你嗎 這同學正是張氏集團的張總 說不定 這卡 是張總送回來的回禮呢 張氏集團的張總 可是出名的大夥 媽 張總啊 確實喜歡用錢回禮 我看 沒錯了 這卡就是張總裁送給我 哎 恰好這張卡送我來 這林初夏呀 他就將計就計 想要冒零 一個 嘿 幸好被我們發現了 差點被他給騙了 你不要不說八道 張國賀是喜歡送錢送卡 當鬼禮 但張國鬼禮 也應該是張氏集團的人來送 怎麼會讓林氏集團的人來送呢 媽 我覺得出夏說的對 這卡呀 就是出夏讓人送來的 我呸 絕對不可能是你出夏才送來的 他一個破了產的 絕對拿不出來這麼多錢 再說了 張總 讓林氏集團的員工來送 也不是沒可能 咱們又不知道 人家兩位總裁 私底下有沒有交集 對 就是林初夏冒零 就是林初夏冒零 原來是這樣啊 林初夏 你好歹多的心腸啊 他臉真被你給欺騙過去嗎 所以按照賭零 還是你輸了 你 你們怎麼能這麼厚臉不恥 行了林初夏 你現在趕緊和我兒子離婚 跪出高家 媽 我不會認輸的 我會贈你這張卡是我讓人送來的 證明什麼證明的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拖延時間 還不趕緊和高兩哥離婚 我正好帶了離婚協議書 我可以讓林初夏敬身出戶 敬身出戶 那個協議不錯 林初夏 來 來你給我添字 媽 你真的是幹什麼啊 你給我閉嘴 真沒你說話的份 一春夏 你愣著做什麼 難不成 用我們弄一天 不 我不信 媽 你們別給我了 這張卡 的確是別人給我送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別說了 把你回家認錯吧 我過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真的可以證明 你等著 哎 林初夏 我勸你還是趕緊抱歉 別耽誤大家的時間 我說了 不要道歉 趕緊還錢 李星總冤 你別顧我林星星 你們兄弟為什麼不讓我 注意這張卡是不是我的 我看 應該是送卡的人告訴你 是要送給我 但是是你連工 騙了他 現在還故意說 不知道卡是什麼 媽 春夏說的也有道理 就給她一個機會讓她證明吧 老公 還是你對我好 你放心 我不會辜負你對我的心 短短的 我一定會讓她們付出代表 行啊 先別說這了 趕緊證明吧 媽 還讓她證明什麼 林初夏 一個破了產的廢物 人村又又沒了 怕哪拿得出五千萬 我看 有在外老闆大人的時間 直接用簽字 滾出稿件 滾出稿件 哎呀媽 跟她廢話幹嘛 既然她不願意簽字旅行主任 那我們親手幫她一把就是 林初夏 乖乖簽字 離婚 否則我們動起手來 可別怪我們不言相惜悅 你放開我 我說了 我會救你的 你們不讓我救你 還讓我簽字離婚 你們到底按著什麼喜 你放開手下 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呢 我閉嘴 等會兒 你也給簽字 媽 都是你家人 可別弄成這個樣子呢 哎呀哥 你快閉嘴吧 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老婆 那就讓我們幫你管 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給你跟我簽了 林欣欣 我上次就微甘心軟放過你 現在你沒用力再想過我和我老婆離婚 我一定會讓你們付出代價 我好害怕呀 你一個破了產又被趕出高家的廢物 能拿我們怎麼樣 趕緊給我簽 啊 李初夏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就別怪我們了 哎 喂 媽 你快讓他們放開書下 我們好好談行不行 你給我閉嘴 都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要離婚這個害人性 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兒子啊 小苗 把他給我按住 今天 必須讓他們把這個離婚協議過千了 好嘞 你 你就老是做的吧哥 老公 你沒事吧 林初夏 你再反抗 我就抽來你的臉 我來 都給我住手 留著這個臉 你怎麼來了 林總你沒事吧 初夏 你沒事吧 林總你沒事吧 劉總經理 你怎麼來了 你們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這樣欺負林總 劉總經理 我問你 這張五千萬的卡 為什麼會落在林峰的手裡 林總是披露 那個員工說 是林峰他主動要求送上來的 可是此事 我就馬上趕了 吃屬蝦監管給你 還請林總責罰 責罰就算了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 這張卡是我讓你送的 現在你就告訴他 這張卡 到底是誰讓你送來的 是 高夫人 高大少爺 這張卡是林初夏林總 安排我送來的 哎 劉總經理 等等 林初夏 不是早就破產了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高夫人 林總他確實是破產了 但是這張五千萬的卡 確實也是林總的 具體的原因 我不方便透露 天啊 這麼說 這個肚子 還是你出現什麼 沒錯 但是賭油已經不重要了 林峰 上次我就說過了 你心軟放了 但是我說過 你要是再找他 我一定不會放你 我說到過了 經理 這兩個人 全部急事回事 不要啊林總 我錯了 是我願不施泰山 我求你放過我們 林初夏 我給你退下了 求你 求你不要趕我們一家人離開北市 我 我保證 再一次招惹你和高老哥呢 高老哥 求你看看 我也放過你一次的份上 求你讓了我們這一次嗎 保證 出錯了 剛剛 你們一直想和我簽一封協議 現在 是不是該跟你道歉 嫂子 我們剛剛跟你開玩笑呢 高夫人 你們家這麼喜歡開 林峰的玩笑 既然這麼喜歡開玩笑 我們林氏集團的項目 總敢跟會公司合作 哎呦 你又怎麼解決 你們誤會了 高明 王小雨 你們倆對嫂子太過分了 還不趕緊 陪你道歉 還不趕緊陪你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林總沒有什麼事 我就先走了 出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說了幾次實話 他們也不信 現在不好解釋 只能說謊了 媽 其實這五千萬 是劉總經理給我的 因為之前賣公車 我對他有提些車 所以他今天 還肯過來幫我 不過 這人情 我算是幫忙 嘿 原來是這麼多事 害得我白高興一場 行了行了 都散了吧 老公 我公司員工請你吃飯 我們先來過去吧 好